首先向各位表達平常對我們人事處業務的鼎勵支持跟督眠 表示最高的敬意跟謝意 人事處一向是秉承市長的私事理念跟目標 那容我在這邊來跟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介紹我們人事處的同仁 第一位是我們副處長林妙貞 主任秘書曾明耀 專門委員高信儒 企劃科科長游建盛 人力科科長陳彥芳 考訓科科長孫愚君 給予科科長戴慶穎 秘書室主任林佳穎 會計員黃愚沛 人事管理員李淑雲 因為人事處一向都是在市長的領導之下 以及遵守中央的政策 所定的這個相關法制 自立實現我們人事處 是我們桃園市行政團隊的最佳人資策略夥伴 然後我們的努力的四個面向就是 組織工人健全 人力應用精實 人員素質提升 跟同仁的士氣高昂 而我們以這個目標來全力以赴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人事專業底下 我們就盡量以同理心換位思考的方式 而做到相對的當責跟關懷 希望我們能夠把人事的工作做好 也能夠因為這樣子來推動 配合推動我們市政建設 跟我們衛民的服務的相關工作 然後過去半年我們人事處的 一個重要工作執行情形 我們列出了22項 那22項以我們剛才四個業務科的內容來看 我們可以看出 我們在企劃科提出了5項 第一項就是健全組織工人 第2項是合理配置員額 第3項是我們辦理的員額評鑑 進行的組織診斷 那第4項是增進我們人事人員的職務力量 經過到內生跟外埔 然後第5個就是我們強化人事人員的專業資能 提升人事服務的效能 那接著是我們人力科的重要工作事項 也有5項 第一項就是交強考用合一 提類考試職缺 第2項是內生外埔病重 增進職務歷練 第3項是落實APIN人員 及臨時人員的管理跟應用 第4項是足而禁用弱勢的族群 包括原住民族 還有我們身心障礙人員 那第5項就是推動性別主流化 參與了行政院的104年度 性別評等業務的事辦評審 那接下來的考訓科 他工作內容一共有7項 包括了重視公務人力的培育 強化同仁的專業資能 以及地方自理標竿的論壇的舉辦 還有辦理市長以同仁有業的座談會 以及配合我們2016台灣燈會 在桃園的人力培訓工作 也加強推動的員工協助方案 提供了多元的協助措施 然後再來是落實考核獎程 激勵同仁的士氣 也包括了強化 差勤管理 維護辦公機率等等 那我們給予科的工作 主要是待遇福利 所以這裡面包括了爭取提高加班會的限額 合理補償同仁的辛苦 那再來是依法辦理同仁的退休輔恤的案件 來關懷照顧我們退休的前輩 那再來就是辦理多元的文康活動 促進同仁的身心健康 以及推動特約商店業務 提供同仁優惠措施 還有包括我們應用人事資訊系統 來簡化相關的工作流程 那未來人事處的努力方向一共有六項 而這包括了持續辦理我們本府所屬機關的組織調整的作業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辦理員額評鑑 一樣的繼續做我們組織診斷的工作 讓人力的應用更精實 那再來就是我們會增補各機關的人力 來協助他們培育我們優秀的人才 那在培訓方面我們會導入一化的一個培訓系統 提升我們訓練的品質 那建構學習地圖來激發同仁的熱誠 以及我們人事管理的一化 讓我們的知識可以數位化 而人事處的工作向來都是屬於幕僚性專業性 跟資源性的工作 那這裡面我們當然會有一個策略目標 也就是希望剛才那個四個層面 而全力配合我們市政府的市政重點跟執行計畫 然後在各位預言女士先生的監督之下 我們會持續來辦理員額的預算管控 跟精進人力的素質 激發員工的學習跟服務熱誠 照顧同仁的身心健康 而透過人本關懷的服務 來後製我們專業人力 尋證人力資源管理政策等等 在既有的業務基礎和工作成果之上 爭取更高的服務居效 來增進我們市政府的整體效能 而盡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繼續給我們人事處支持指導跟鼓勵 最後謹祝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健康愉快萬事如意謝謝 好謝謝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針鋒處的沈處長 謝謝 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本府王副市長五位聯絡人 還有在場的媒體朋友大家早安 首先先介紹本處今天與會的主管同仁 副處長董欣行 主任秘書葉青森 議長長 柯議議員長 育房科長劉振宇 茶組科長洪文聰 安危科長何敏也 秘書室主任楊振華 派機員潘淑芳小姐 人事管理員黃佩玲小姐 工程茶和承辦杜思亭 採購機合承辦姚智薇 政風處的工作秉持著加強樹攤防攤 洛使公務倫理以及擴大交易宣導 還有提升效能透明 在各位議員的嚴厲監督 還有本府市長以及各位首長的領導下 來推動工作 以下針對這五個多月來 本處的工作推動情形 則要報告 首先在強化本府員工法紀觀念部分 本處及所屬各政風單位 在這段時間總共針對 落實連政倫理規範 貪污罪條例的案例分析 以及圖利和辯明的相關的課題 做辦理的相關的訓練 總共有108場 參與的同仁大概有6,817人 其次為了要強化反貪腐的觀念 本處結合了本府各個重要的活動 加強反貪的意識的宣導 其中例如104年稅務局辦理的 愛心這個結稅的一個園優會 我們利用這個活動加強了 如連政志工以非常有趣的話題 把這個連政的觀念帶入 讓民眾能夠了解來支持反貪府 其次呢 落實這個行政院的 所謂的國家連政建設行動方案 我們推動了校園的一個 誠信的一個生化活動 這段期間我們總共執行了68場次 參與的學生有2,064人 同時也辦理了高中職的海報 連政海報的一個比賽 還有國小學童的誠信說故事的比賽 希望能夠利用這個活動中 能夠讓這個連政的觀念 升值在學童的心裡面 其次呢在機關的心理以及防閉業務呢 我們評估風險業務 來實施業務集合 本期呢 針對這個 匣內的社區發展協會 國中小營養午餐的採購 以及地震測量人員的排件案件 還有水污染機查業務 實施相關的業務集合 集合結果也就將相關的發現的一個缺失 以請各權責機關做改進 另外為了要強化道路工程的品質 尤其是在履約管理方面 來加強廠商的責任 我們在特別針對這個保固期內的道路工程 來實施集合 在去年第三四次的集合 總共集合了66個路段 發現的缺失總共有18處 也都以請全責機關做改善 其次在推動原證倫理的落實方面 本期總共受理各機關主動 退還的這個受證財務事件有195件 另外在採購業務的監辦部分 為了要落實採購的合法性 以及這個程序能夠正當 本期總共監辦了1500多件 其中發現導證的缺失有28件 另外針對機關內容易發生風險事件的人員 或者是事情 即先採取預警的作為 本期總共辦理的預警作為有8案 另外再房貪作為6案 在陽光法案的推動 除了加強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以及立沖法的宣導以外 在去年總共本府應該申報 財產人是2,219人 依據法務部所公布的 14%的比例 抽出329件做實質審查 然後再依2%的比例 抽出41件做前後年度的比對 統計到今年2月中 經法務部聯政署裁罰審議的結果 預期申報的有1案 另外有18案是設有申報不時而被裁罰 裁罰金額總共有408萬元 在查處工作部分 秉持主動發掘物網物重的原則 本期繼韓宋司法機關偵辦案件有6個案子 追究行政責任為施案件有10個案子 另外本期受理的人民澄清檢舉案件有88案 其中澄清檢案有49案 行政處理的有39案 在機關安全維護工作部分 在今年元月份的總統立法委員選舉期間 本處負責選票安全的印製的督導 派駐同仁到印刷廠 以及選票分送各區公所以後 加強督導有關運送保管的安全工作 在台灣登會期間 本處也參與了這個保全業務的 招標以及督導工作 使會場現場的登具以及展場安全能夠確保 另外在去年10月份 亞太聽照奧運期間 為了要加強掌握各個賽事館場的安全狀況 本處也在各個比賽賽館場的派駐同仁 協助了解聯繫通報相關的事件 其次呢加強通報相關陳情請願的預警情資 本期總共通報了37件給相關機關做機先的輸出 在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的業務部分 本期總共辦理了45件工程施工查核 其中列為甲等的有15件 一等的有29件 平等的一件也就是69分以下 其中一約擴款的有29件 陳朗商擴款總共58萬元 建造單位總共擴款是19萬多元 而針對道路工程也加強查核 本期總共查核了8件 在採購機核小組業務部分 本期總共集合了100件相關的採購案件 其中工程部分31案 財務部分有33案 勞務採購部分有36案 這集合結果列為紅燈級的總共有34件 其中屬於學校的部分是26件 屬於各機關以及區公所的是8件 針對學校部分因為總務主任比較常常更替 對相關的作業規定比較會不了解熟悉 我們集合小組也針對這個部分加強人員的訓練 以下針對相關的未來的工作方向 做一個簡要的說明 持續加強廉政法制以及教育的宣導 加強員工的論理 廉政論理觀念 同時也加強我們同仁平時封紀的考核 封紀異常狀況的通報 以落實這個行政監督的功能 此外也根據推動機關風險預警 以及再防灘機制的作為 同時評估高風險業務實施業務集合 能夠機先在業務面能夠機先來防範 在查處工作部分呢 加強掌控機關的陣風狀況 積極發掘這個貪毒不法的情勢 同時如果有涉及行政責任 加強行政責任的追究 以之警惕同仁 另外在工程施工查合小組部分 我們將積極的輔導本市的工程 來參與第16屆行政院公共工程品質 獎的一個參賽 來爭取本市最佳的榮譽 在採購集合小組業務部分呢 將來匯整年度內集合發現的缺失太陽 提供給各機關來做一個參考 希望能夠在這個採購程序上 能夠更符合採購法的規定 以上簡要的報告 敬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指教 謝謝 好謝謝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林正峰林議員 林議員請發言謝謝 好謝謝議長 首先請教我們正峰市我們省處長 議員長 我們那個工程施工查合小組有多少人 目前我們的承辦人是四人 四個工作人員 前線只有四個而已 但是我們主要是聘請外聘的委員 有五十三位外聘委員 聘五十三位 內聘的委員有三十七位 總共多少人 一百位 這些外聘內聘 他們都是 如果有被擔任這個工作 只支付一些出席費而已 一年還付多少錢 出席費一次一天是兩千塊 一年總共多少錢 一百萬嗎 一年 我們業務費 是 外聘內聘 稍微一百萬 一百萬 是 那剛才這樣你不划算 你剛才報告裡面說 你七年查到四十五件工程 有問題的是 幾件 二十九件 扣款 扣款 扣款是 你剛才報告五十八萬 你被資料取得五十六萬 不是五十八五十六 那你一年花一百萬 查到扣款 連兼工不到八十萬 怎麼花得來呢 這是五個月而已 那數字是五個月的 這是五個月而已 這是去年九月到二月的數字 那你剛才大陸查過大陸那個 一百六十四年查六十六個路段而已啊 那是也是第三第四季 這六個路 這六十六個路段是我們正風處自己做 不是 不是外聘的 其實台灣市政府公共工程那麼多齁 是 你們查好單位應該用心一點 是 你看這幾天下大雨以後 前台灣市大陸坑坑洞洞 沒一個路是好的 是 證明工程品質不好嘛對不對 不夠活潤的嘛 這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現在也頒了各機關 要成立工程品質 自己的一個督導小組 尤其各區公所都有了 因為我們改制以後 也要求我們府內的八個機關 就是工程比較多的單位 要自己成立一個工程品質都道小組 來自主 就是所謂的三級品管 自己的單位不好管 因為你們管比較好啦 是 他們都有關係嘛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你增加查核人員 是 多聘幾個無所謂 看人事能不能增加編列給他們 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查核工程品質 保護我們行路人的安全 尤其博語路邊 你真的講 也是看不下去的 還有你注意到 所有工程不是查核而已喔 他的保護期限要控制他 對 對不對 很多大陸 保護期限沒有到就挖掉重做了 可以這樣子嗎 是 所以 就是在前兩年 我們就發現說 保護期的很多工程 主辦機關自己可能都疏忽 他還在保護期 所以我們是 我們政風處也針對保護期的部分 就是每一季都會去抽查那個 保護期的路段 對啦 尤其大陸我希望你們 原責管說品質 確保安全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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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會期有提到說 我們碩山高中的職員設有補足了嗎 補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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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請坐 那先請耀文處長 我們台灣是深隔一二 各級處的一個組織跟連累的評鑑 一人辦來 有沒有需要檢討的地方 確實 依座所說的 因為我們是試辦 我們有五個機關來試辦 那這個試辦過程中 當然就是組織的診斷跟人力的核實應用 確實我們發現 有些機關在這個人力的應用上是有一點 這不是很清楚人事法令規定 可能就是說工作指派或者是說他在做一些 那可能是另外一個事情 你們心裡成立幾個急促 跟演講的急促 業務重疊怎麼辦 是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特別在一個專案小組 特別去討論 包括體育局還有青年事務局 他們在這個業務執掌上 他們的設計上就是不要重疊 如補足所說的 如果重疊會發生問題 青年事務局跟勞動局 體育局文化局交集都重疊啊 就是業務執掌是有一點看起來是相當 但是就是說他的做法不一樣 你心成立的局勢 不應該去管別科系的業務嘛 對他是政策規劃面的 其實執行還是回到我們 還有一個就是 客家事務局業務歸客家事務局管理 我們台灣人是有客家事務局 別的縣市沒有嘛 中間有的不知道 就把古蹟維護這塊撥到文化局 就不對了啊 客家古蹟就直接撥到客家事務局去管理了啊 對不對 可以這樣子嗎 因為你在立法院服務過 所以很清楚 就是我們一般這個 苦蹟的業務在中央 是屬於文化部 那文化部對下來 可能就是對到文化局跟客家事務局 那我們就看他法原 那法原是比較傾向於哪方面 我們就盡量 在內部的判斷上 我們就盡量依法規為主 對啦 依他是屬哪一類型的便過去給他嘛 是是對 不然他新成立幾次沒有事情做啊 辦活動也沒有事情做啊 對 文化局業務做不完啊 是 沒錯 把分裂做好一下子 好 是 還有就是 我們 各區公眾所管的環保業務人員 我們現在新的市政府編制 比疫情多多少人 環保經濟的 我們的編制是比過去多了861人 要那麼多嗎 呃 事實上是我們會全力支援 譬如說像交通的啦 還有那個公務的 以及都發的 這個都我們特別會給他們多一點人力 還有包括社會局跟教育局 其他的我們就很少啦 就是會主要就是我們桃園市未來發展的重點的工程 其實喔 以前消防公眾所能力來做清潔工作都足足有餘了啦 對 人家八百年做什麼我不知道啊 這八百年下來以後 一年的薪水 包括退市設置金 要多少錢你們知道嗎 呃 當然就是因為人事會嘛 所以他一定會有一定的基本的這個支出 你各級數 人員不足你就直接邊來各級數去嘛 不要回歸你們 人那麼多你沒辦法管理嘛 對 所以我們就是增援都要合理的分配啦 確實我們就是 現在就是你們人太多 管理不當 所以跡下不好 我們當然就是要做好領導管理措施啦 確實如一座所說的還有改進空間啦 我們一起來努力 所以 這個員工部分系處理一下 不要按照員工編制不需要吧 這是因為行政院給我們的是總量管控啦 所以在這個總量底下 我們要做合理的調節 這是該真的就真的 不該真的就不要真的 那最後 柯燃君請坐 那請教我們處長 以你的人事管理專業 你認為說我們台灣是成立 協運公司下不下大 這本來一開始聽說 我們就是在比較早年前是因為有協商 但是台北協運公司好像他們認為是說 他們不划算 所以他們就放棄了 然後新北市因為是說他的路段比較有限 大部分都是在桃園啦 那我們也是不得已啦 本來我們也是希望交通部能夠承接 為什麼不得已呢 這個路段有三個縣市 為什麼不得已呢 就是路段長的部分是我們在 因為這個是涉及了好幾年前的決策 所以決定是對還錯 因為這個就是務死嘛 務死處理 因為沒有人要承接 所以我們只好 你也要承接交通部自己去管理嘛 這個光是已經賠多少錢 你們算過嗎 我們在議會有聽到這個相關的報告 會永遠賠下去啦 新北市為什麼不成立一個捷運局 新北市的捷運比我們多吧 我們在幾公里而已 成立一個捷運公司 他最近有成立捷運局 但是沒有捷運公司 確實 有捷運局沒有捷運公司 所以說真的講 我們桃園市成立捷運公司 是一大敗筆 對不對 你直接給台北市監管就好了啊 等我們其他捷運線好 我們再來成立嘛 對不對 為了接了機場捷運成立的公司 拖幾年了 虧幾十億了 所以這個結束是錯誤的嘛 對不對 因為比較早年的一個決定 那因為我們就是 升格之後 當然就是要接手 去處理他 做好他 因為這條捷運不會賺錢的啦 所以說 我們各單位成立一個 新的科試出來 一定要檢討他呢 能不能賺錢 引應 能不能 說真的能不能平衡 不能平衡怎麼辦呢 我要做錢或料 財務很重要 要財務盡量做到平衡 所以說 我希望你們各單位 要成立一個新單位 把人事平均去估算好 因為台灣的捷運喔 你說立憲捷運 再十年也不會好 你公司幹什麼嘛 對不對 依照意見 我們在專案審查小組 會特別去留意 新設置機關 他的必要性 很多事情 我們台灣人線就是沒有 太好去思考 所以說 捷運公司 會造成巨大的虧損 都像人事單位一樣 把所有科試人事 平均的調整 該多就多 該少就少 也不一定在中央 你的名額編制啊 對不對 你是第一條度嘛 然後第二 科試需要人力 你就多給自己利 少了就少了 不一定要照 照他那個名額買單 好不好 謝謝 謝謝一座 好 接下來我們請林政賢 林議員 林議員請發言 謝謝 郭處長 是 在相關的人事 調動的部分 是我也會經過會單位 應該是會 是 我們主要是教育局 我們會協助教育局 做好這個人力的調度工作 那 諸如 教職員 金婦人員 既公公有駕駛 及合訂有案的約聘僱人員等 如果 連同編制員要一併全部維持員有的規模來移波 這個問題 這個部分有沒有可能 應該是這樣 因為這個業務 人員是隨統業務移波的 如果業務移波過來 人員就要跟著過來 要保障他的適度的工作權 我想這個希望 要保障他的工作 是 那再來 我們公有都一切不補嘛 對不對 大部分 公有的工作 比如很多學校也好 包括分級 等等 他的公有 沒有切了 那這個怎麼辦 這個是個很大的問題 沒錯 因為這個是全國性的 但是因為有些機關 可以沒有公有 但是有些機關 確實要公有 那如果有這種情形 我們就會請他們專案檢討 然後提出他們 必要的理由 可以著徵臨 臨死人員 那當然是有特殊性 最近的例子就是永豐高中 永豐高中 我希望說不管是業務人 臨死人員 希望清潔人員 他是委辦會裡面去禁用的人員 也可以 那拜託 謝謝 那工作報告裡面 第9月也有提到 獎勵優良事蹟提振工作失去 有關於被寄生界出事 還有被懲處生界的總人數 達到了4,057人 光是生界就達到了3,460人 這大部分都什麼原因 沒上課 遲到就寄生界 還是什麼 不是 絕對不是 好幾人都持續關心 最主要是員警 因為員警 他第一線在執勤業務的時候 他沒有按照規定來執行 然後產生的 對營眾有一些瑕疵的影響 所以說這個就是對他們客責 主要就是員警 人事我看也不少 這麼好幾千人 所以是不是 也希望跟警局一個良好的溝通 希望我們的生界人數能夠降低好不好 是我們會跟警察局來溝通 希望他們能夠確實 該處罰的處罰 我不要說只是因為 他沒有符合規定 要了解他的原因 好謝謝 那第10月 本府所屬人員違法兼職有167人 都是哪一個部分在兼職 還是怎麼樣 是 這審計處去年的調查 167位 但主要就是因為他們是公司的負責人 或者是商號的董監事 因為他們有些不按 不了解規定 有些是因為親戚的關係 或是朋友的關係 邀請他們入伙 他們對法令不是很先手 所以我們後來加強了服務法的宣導 希望他們能夠依規定來監這樣的工作 就不超過這個持股的10% 而且不要去擔任董監事 那現在目前這樣應該是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了 但是以後有新進同仁進來 我們還是要對新進同仁多宣導 好 那我想這有所與台灣的徐項 希望我們也要多宣導 一定要 那我們有在市府有領顧問有薪資的顧問有幾個 薪資顧問我們編制是五位 五位 能不能講一下哪五位 目前就是我們有一個黃顧問 黃士傑 那一位顧問是劉子齊 劉顧問 他們兩位 然後其他的三位目前是空的 空缺 空的 那我們首席顧問也沒有 現在也空缺 沒有叫首席顧問 沒有這個位置 沒有這樣的職程 那以前像黃士傑那個叫什麼 他可能就是因為比較早進來 因為他第一位接顧問的 他第一位接顧問的 所以叫首席顧問 我現在意思說 我們現在看不到什麼顧問在 以前還看到黃士傑在走 現在沒看到顧問在走 是不是 是不是顧問現在都是籌用 都不出來 還是 我們這兩位顧問都有在做事 好 那現在五個顧問缺 只有兩個顧問而已 目前有兩位 目前還有三個缺 好 請坐 謝謝 謝謝一座 市長 是一座好 我想了解一下我們體育局 那個秘書發言那件事情 後續怎麼處理 是不是可以簡單講一下 那你調查的情形大概怎麼樣 跟一座報告 因為這個部分我想 也不變說是哪一個局處 因為畢竟是有 怕傷害到那個 受害人第二次惡度傷害 那因為現在案子在檢察官起訴 那 當事人也在事發後 就是 就先辭職了 目前我想說還是要等司法 檢察官起訴以後司法判決 還是有經過的程序 是 那我還是再度強調就是 我們希望不要影響我們 市府的形象 那也能處理得好 是 那再來就我們工作報告第六 也提到 採購案 紅燈級 切勢達到這個34件 是 學校就佔了26件 各級機關跟區守佔了8件 都是怎麼樣的缺失 大概都是在 一般的 譬如說它的招標公告 跟它的招標文件 敘述就不一樣 在這個部分也會列為一個缺失 或者是在 譬如說 尤其學校 它在文字上會敘述說 要以本校解釋為準 這個敘述是不符合現在採購板的要求 就是往往會發生這個 因為這個學校裡面的採購人員 或者是總務主任的 他更替 每年大概一度 過了一年就是會換新的人 更替比較頻繁 所以這個切勢 這個切勢希望以後也不要再換 我們都會有整理 給這些學校去做 算是要交代下去 但是這個要求 往往都它很難 沒辦法全面性的落實 那我們都會現在改成 變成用小團體的 比如說一次邀幾個學校 跟請採購科 公務局採購科 還有我們集合小組 共同來做一個討論 這樣會對他們印象比較有幫助 那我們剛剛發生這個日本地震 那我們自己也有地震 剛剛我看到 在第六位提到 桃園區的南門國小有切勢 是地震 歡迎地震 是哪方面的切勢 是耐震補強工程 我覺得你是不是簡單說明一下 這孩子將來有沒有影響 這個部分是針對 就是工程查核的部分 這個在耐震補強 我們工程查核小組有去做查核 應該如果是有 比較嚴重的狀況下 會請這個 就是學校或教育局 在圍請這個所謂的專業的第三公正代位 或者是做進一步的鑑定 目前是還沒有到這種程度嗎 報告一座 我們每年有針對耐震補強的工程 有做查核 那這個是新的建築物還是舊的建築物 應該都是舊的建築物 舊的建築物 只是加強它一些耐震補強的工程 它如果有招標是屬於這一方面的話 我們都會特別去查核 我想我們台灣地震頻繁 安全是最重要的 也希望多注意 好 謝謝 請坐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李嘉欣李議員 以及徐議書 徐議員 共同用十分鐘請發言 謝謝 好 謝謝議長 首先我請教我們沈順 我想我們已經工作報告即將規定尾聲 我想在所有各級處室的工作報告當中 我們很多議員提出來 該級有弊端的問題 我想這個當中 你到底你們的府會聯絡人 會有派人在我們議會來旁聽的時候 回去有跟你報告 這個今天議員提出哪一個弊端 你怎麼做處理 是 是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部分我們府會聯絡人都會註記下來 然後如果涉及到認為說是要進一步去調查 我們都會主動的去調查 請問你這樣講太籠統了 像我們公務局的時候 有議員就感覺那個發包 迴避了發包的那個額度 然後又用切一截一截去發包 這樣這個事情你了解嗎 有有 我跟議員做報告這個部分我們後來了解 他是在騎乘上 就是 我要講 我希望 我想說你政風單位 你要確實做到這個 因為在整個議員在質詢過程當中 他也是非常落實 也非常認真去查這個問題的弊端在哪裡 那既然他提供的資料 那你起碼要去追蹤啊 有有 你要起碼要回 把這個問題 來讓我們議員了解 到底他有沒有弊端 到底他有沒有 有沒有做這個小動作 好不好 而且我想說 現在外面也有流傳說 公務人員不做手段 要讓廠商或是讓業者 達到他所需求的問題啊 你有沒有對 針對公務人員本身的考額的問題 有各級處事 你有沒有了解 不會 因為我們現在多數的局處都有設政風室 而且我們現在人事已經 人員已經進了那麼多 新進人員對於這個手法的觀念 你要加強 你要加強啊 新進的同仁有沒有教育訓練 有 有 那個 你師傅對新進人員訓練的時候 都有排我們 就是 都有嗎 有排這個課程 我希望你的灌輸 我們手法 而且 法理當中啊 我想 依法協助不是依法刁難 你知道嗎 是 你依法刁難百姓不對啊 你政府是為民服務啊 是 你了解嗎 所以法雖然是法 那法也要知法的問題啊 你知道嗎 是 依法來協助 為民眾服務 這個是才了解 不是我依法來刁難你 那我達到我個人的目的啊 是不是好不好 是 你要認真點好不好 你請坐 那個 主長我請教一下 我們升格過後 到現在你 人員已經進了多少人了 是 我們從升格到現在 八百多位 目前已經禁用了大概將近五百多位 其他人還在對考試風發 我想會後啊 是 你讓本席了解 是哪一個單位進了多少人 哪一個單位進了 其他人員 我想人事進來都要訓練嘛 沒錯 但是過程當中 而且 我想說 對於我們六度當中啊 我們高中的那個 那個幾處幾科那個問題啊 你了解這個問題嗎 我也要讓你了解 其他要增設這個科這個組 因為我們的高中好像有特別待遇 特別差異啊 其他六度好像多了 我們好像 裡面一個高中當中 都有多了兩三組人啊 你知道嗎 組 組別你知道嗎 對 我希望說這個人事啊 你既然進了五百多人啊 我希望了解 是哪一個級數 進了多少人 你給本席了解一下好不好 報告一座 這個交易局的那個 不在我們這個員額內 他是另外的 我們會跟交易局一起合作 那好 那其餘的那人 所有的各級處是進多少人 你給本席了解 謝謝 謝謝一座 好謝謝 坐好喔 我繼續來就叫你啦 是一座好 請問一下喔 我們現在這個有關於教育局啊 在明年喔 可能在國中的部分喔 會因為少子化的關係 會導致有一個缺額的 教師的一個現象是不是 那缺額大概的人數是多少 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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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我這部分 因為是在我們中教科 他目前還在統計 因為 中教科 中等教育科 對 那他們目前還在 就是統計當中 還在統計啊 像因為 因為現在學校 針對於這個超額的老師 他必須啊 他未來呢 是要用什麼樣的一個調動 他要調動哪裡去 他是按照他本身的本職學呢 去調動科系 還是啊 要以啊 人數來調動 那現在這些學校呢 都人心惶惶 那每一天啊 這個 一聽說 有些超額 必須要調動的話 那很多的老師呢 就在學校裡面啊 造成一種喔 真的 就是 互相之間啊 會有一些喔 這個 摩擦產生啊 甚至有的學校 聽說要用調動的話 用投票的 或者是用抽籤的一種方式啊 造成真的是這些老師 不知道何去何從 所以說 我們要請這個教育局 針對啊 這超額的老師未來啊 應該要怎麼樣去安 安頓他們 讓他到哪裡 是不是有 有轉任的一些 去處 可能性要為這個部分 要做個配套啊 否則到時候 這個時間一到的話 那這些人 他沒有工作 你難道要叫他走上街頭嗎 是不是 是不是 對 所以你把這個超額的這個狀況 還有我們的 打算要怎麼樣去處理這件事情喔 到時候喔 給我一個書面的報告 好不好 再來就是喔 我們現在的 因為升格了以後啊 希望很多的公務人員喔 還是要跟得上升格的一個腳步 跟那個水平啊 我發現現在還很多的那個基層的公務人員喔 有少數 少數呢 因為在國家的這個權序的這一張一個制度之下 受到啊公務人員喔 這種工作的一種保障 即使表現了在賴喔 平等 甚至比平等還要差 但是呢 他在他的位置上喔 可以說消極的在應付他的工作 消極的應付長官 民眾喔 但是呢 他還是在那個位置上 納稅人呢 繳的錢呢 就是用來啊 養這些 以前講的米蟲 所以啊 我希望 我們今天升格了之後 為了要對所有喔 所有的勞工也好 這公務人員也好 那個平等的對待 你今天在這個位置上 你就必須喔 該做多少分類的工作 你就必須要做給國家 否則你就是離開 如果因為他的怠惰 他的失職 政府卻沒有辦法拿出公權力喔 來處理這樣的一種人跟事情的話 我認為對所有的納稅人來講 是不公平的 我們編這個 預算啊 讓你們呢 你們編的預算 讓你們通過的話 我認為我們也是啊 待乎職守啦 市長 你說對不對 對那個一座講的對齁 所以考試院在今年的時候 就把那個考基的工作項目 從百分之五十趴變成百分之六十五 就是他把比例增加百分之十五 我覺得甚至應該是喔 你十三個區也好 包括我們的這個本部啊 都應該要有一個競賽或者評比啦 後面那幾名就應該是要把它刷掉啊 要不然永遠啊 作為一個長官啊 今天要對底下開刀啊 總是有一大堆人來關說 關說我們長期就是要養這些米蟲 這樣對外面流落街頭的那些 很優秀的啊 我們的市民啊 找不到工作是非常不公平的 所以我們會透過人事主任齁 來協助各機關首長做好這個 不是任人員的淘汰工作 包括行政人員 警察也是一樣 消防也是一樣 我的觀察 是 這樣的人大有人在 這些人如果還在位置上 就是你人事處的處長失職啦 對我們要去變對 好謝謝請坐 是 來陳 政風處齁 是 在前一段時間 大家也知道我們辦的燈會 辦的非常不錯啦 但是美中不足啊 還是那個攤位啊 現在升格以後啊 希望鄭市長的團隊啊 不要再打迷糊仗了 這個攤位呢 是由誰來標得 這個權力 到底錢有沒有繳盡我們的公庫啊 你們現在都還在打迷糊仗是不是 沒有 我們已經有調查清楚 怎麼處理 招標的程序是沒問題 對嘛 後面的錢呢 現在聽說一家公司一家公司倒啊 全力金650萬也是依和約繳到公庫 650萬是確實都繳了 然後咧 至於代管金 是 就是依和約有個代管金 那代管金 廠商只繳32萬 代管金事實上是 你後續要怎麼處理啊 目前金發局當然要依民視 民視程序來做處理 這一出啊實在是演得太難看了 讓大家覺得齁 這樣就看破啊 現在我們這一些人的手腳了齁 所以要非常注意啊 另外我要提醒啊 很多的這個基層 像區公所也好 你們現在各局處也好 對於這個發包啊工程 從設計一直到施工一直到煙收啊 我希望你要多注意啊 我不知道什麼事情 什麼時候會發生事情就對了齁 那我也希望你設計的部分不要踩最低標 那以龍潭為例啊 很多東西就是設計踩最低標 設計出來的東西啊真的是跌破眼鏡啊 是不能看也不能用啊 所以這個部分齁 工程切記 避免綁標 有的設計 根本就是綁東西進去 大家都知道 只有你政府就不知道 好 謝謝 那現在我們劉茂琼王浩宇議員 兩位共用10分鐘 浩宇先 好 處長你好 之前我有跟那個 那個基層科長討論過那個 有關於 浮託的可能性齁 因為基本上 民進黨的委員 余婉如委員 他之前 提說他要帶小朋友到立法院 那個引發了很大的討論 那余婉如委員也是我們綠黨的前輩 所以他的想法其實 跟我也蠻近的 那既然我們在要求一般的企業 在給予這些勞工更好的 他們的孩子更好的照顧的時候 我們已經升格了 是不是未來有這個可能性 我們的市府能夠有自己的托兒中性 剛剛我們有討論過那個數字嘛對不對 事實上在府內呢 本府的一個員工的一個五歲以下小孩 就一百五十個 一百九十個 那一百九十個可能 願意就進入學可能也有一百個 那是不是這樣子就可以來成立一個 府內的托兒所 我相信空間不需要很多啦 而且也可以真的照顧府內同仁增加 這個一座指導的沒錯 那但是就是目前空間確實比較有限 我們已經會拜託財政局跟秘書處 來一起設法協商 看有沒有辦法來處理 因為目前我們很多私人企業政府 在輔導他做這一項的時候 他們的理由也是我們空間不足夠啊 我們其他不足夠 其實大部分私人企業都會推開 那怎麼樣才可以讓私人企業願意做 我覺得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公家機關帶頭來做 那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去排除這些問題啦 而且府托兒真的是 你們同仁也是每天八點半就上班 那其實如果能夠真的就讓孩子在旁邊上班 那生病了也可以就近照顧 那有發生什麼事情也可以就近處理 我相信這樣子對整個市府同仁的向心力都會增加 包含自己你們處內的同仁也有小孩子啊 那現在都要送到外面的托兒所 雖然有四十五間 但是還是送到外面 那是不是這個部分可以趕快來去做 不然人事處真的能夠做什麼不同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這個才是 我們會找財政局跟秘書處一起來研商 好啊 那我們就拜託 拜託你們是不是可以找一個空間 然後主要還是說照顧府內的同仁優先 那如果還有剩餘空間的話 就提供給桃園區的一些附近的一些弱勢的孩子 讓他們有機會能夠享有這個公托的資源 好我們來努力看看 好謝謝 謝謝 副長 那個有關於就是我們有發現你們有在做那個 就是工程道路工程品質的一個抽槽 但是我發現你們找到的坑洞啊 龜裂啊 標縣屋濁啊 未回田啊 廢料未清等等的 好像案件數好像加起來零零星星 這個是去年第三我們一季做一次啦 是由我們鎮峰處做的 所以你們不是跟公務局合作做是你們單一做 那有跟公務局的鎮峰 公務局鎮峰他們單獨自己有一個工程督導的一個機制 因為其實看你們的這個數字 看起來就覺得非常不夠啦 因為現在差不多的施工 其實我發現施工品質之後 施工品質其實並沒有那麼好 然後你們講這些情況其實 我隨便都可以找到比你們還多嘛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代表說這個能量是不夠 或許是人力不足或是次數不夠 那怎麼樣未來我們可以加強機核 我覺得這個部分再拜託你們好好思考一下 怎麼樣讓那個機核的那個比較好一點 另外就是說比較多的一個道路程庭 大概都在刨鋪的部分 那刨鋪的一些回田 目前跟陣風有關嗎 還是因為它是私人企業做的 所以沒有辦法 刨鋪就是有合約的規範 我們規範譬如說要多少公分厚度啊 那我們工程查的小組會抽查 對因為目前刨鋪還是民怨比較大的 雖然公務局本身有在做 只是我覺得陣風也可以去盯一下 為什麼刨鋪之後 特別是管線挖掘之後 整個品質真的是非常的差 那對民眾也真的非常危險 那如果你們能夠去加強監督的話 我想這個部分應該會有所一些進步 是 謝謝 謝謝 那個廚長 我請問你喔 燈會是不是落幕了 燈會落幕了嗎 相關的案件我們有在調查 而且我們有簽報 燈會已經落幕了 我們的代管金還沒有入公庫啊 請問代管金應該入多少 代管金是以這個 就是一攤 以廠商目前它招租265攤 一攤如果平均均價10萬塊 在原則上推測是要2600多萬 應該入公庫2000多萬 這是用預估啦 預估嘛 那我們現在入了多少 32萬 是 請問如果這是你們家裡 你自己做生意這樣子的話 這叫什麼 就是基本上在管理上 就是合約的督導 這叫圖利跟獨職對不對 如果今天是你們自己家做生意 你會 你會 你會有這樣的局面 你家自己做生意 人家賺錢的已經拿走了 只有這家倒閉了嘛 是不是 不是說倒閉 跑路了啦 沒有 他這家是社團 社團嘛 所以我們當初招標也有瑕疵嘛 這家社團是不是跑了 是不是 跟一座報告 我們查了前面三個縣市辦的 都有把社團放進去廠商資格 桃園不是先例啦 都是其他也是 別家的都倒閉了嗎 別的縣市都倒閉了嗎 像這樣代管金都沒有進入嗎 別的縣市我們倒沒了解 他們後續是不是 那就對了 我們現在講桃園市嘛 你好的不學 你現在的意思是說 台南辦登會他倒的是應該 關我們關商勾結就是應該的 我們獨立私職 你不檢討你自己的這樣作為 對不對他 你還跟我講別的縣市也這樣 請問代管金我們是不是應該 進入到市庫嘛 是不是應該嘛 依合約 貸款金 要先存到市庫 然後 那沒有 現在沒有 只到了三十二萬 兩千減到三十二萬 還有一千九百六十八 請問這是誰的失職 就是合約的執行單位 那該怎麼辦 金發局在督導的時候 就是 該怎麼辦 在要求 我希望王副市長 我希望你盡快的陳處名牌 全部移送到地檢署 我希望檢調單位來看 怎麼桃園市政府 你說一套做一套 你說出來跟做出來怎麼會是這樣 代管金該入庫的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這在當初旅月的時候 確實應該要求代管金 對嘛 我想大家 沒有人是笨蛋啦 處長 沒有人是傻瓜啦 好請請請請教 我希望你們拿 好好跟我們回報 是 人事處我請問你 怎麼樣落實考核獎 鼓勵同仁士氣 我們在這個真的我們敢 蠻感慨的 警察 消防 我希望明年喔 這個續獎分開 你看喔這個續獎十五萬四千九百二十七次 對這個警察局我們會請他們去改善就說 到底是不是 我們希望這個太離譜啦 全世界大概只有台灣才有這個制度 對因為全國各縣市大概都 我只希望第一個警銷分開 那我們希望呢 警察開罰單來補助公款 不行 這個也取消 如果是酒駕闖紅燈超速這個加重罰 我們同意 那但是呢 我不希望說開罰單也有補助 是不是能夠拿掉 拿的原因是 怎麼樣獎勵 我們不要用這樣來重賞警察的人員 你這樣是官兵民反嘛 把老百姓當冤大頭嘛 我們為什麼要讓警察都躲在暗處 然後去衝這個業績 給我們當作市庫的一個收入 我覺得怎麼樣教我們市民 怎麼樣守法 而不是我們今天為了獎勵很多的警察人員 為了這個獎勵 為了這個績效 用開罰單為手段 這是非常不好的 我希望我們能夠升格直轄市 有直轄市的作為 能不能夠重新檢討 我希望在今年你有所作為 那另外再來 我們常常在講 您剛講的永峰 他真的幾個人 我們永峰他這個因為八位 有八位的 真的多少位人 對 八人 然後今年增加一人 我們到不管 我們全部的完全中學有多少 我們到永峰也好 我到了壽山 我們到了大園高中 我們所有的高中 我們現在有幾所 七所 內力 七所 我們自己七所 全部都在跟我們挨 一個人要當兩個人用 所有的人不足 那我們剛剛也聽到許醫書議員講 那明年就會有一些超額 那你今年又在禁用 我希望啊 超額的你今年我們教育局又要增兩百多 如果明兒的超額出來一加一減喔 是不是好好做一些配套的措施 該給學校的你們就要放寬標準 不要讓人家欠人的一個人當兩個人用 或者一個人當三個人用 那個主任教育連頂啊 你們人手 能不能完全中學 有高中跟國中重疊的 你就應該要給他高中給他高中的名額 初中給他初中的名額 不要累死這些教育主任啊 那多人的你也應該考量 多的超額的 把他用在發揮適當的人士上面 不要明年超額 你今年教育局要增 我今年聽說要增幾百個啊 好我們來聽說蓋上這個現象 好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陳美麗議員 十分鐘 謝謝 謝謝李院 我先救駕魚 我們鎮峰處的那個審處長 陳也好 現在啊 這陣子剛好都是那個雨季啊 我們也大家也都行走在路上的時候 發覺很多道路 有蠻多的這個小坑洞出來 那我們現在如何來加強這個 就是這些工程的 這些品質的部分 是 那道路的工程品質 我們在工程茶小組在抽查的時候 現在目前也有加重他抽查的比例了 像去年整年度 我們工程茶小組抽查129件裡面 我們道路部分就佔了34件 這是工程茶小組會加強這個抽查 而且抽查的過程也會加強專心取樣 來了解它是不是符合合約的相關規範 那同時我們鎮峰處自己 針對保固期內的這個道路工程 不管區工所還是公務局所養護或發包的 在保固期內我們每一季 我們也會去做檢視 看這個有沒有一些坑洞或者是軍列等等 因為以往在機關裡面它會忽略這個保固期 保固期往往到兩年嘛 有時候一忽略就沒有督導廠商負這個保固的責任 有關這個部分我們是兩方面在進行 那現在就有關於這個道路挖掘的 假修復的部分 那假修復的部分有在這個工程品質的管理當中嗎 目前假修復沒有 這一點倒是要靠公務局對假修復的部分的要求 我們事工查核沒有對假修復的部分做查核 因為現在有時候有一些道路品質不好 也是因為那個假修復 真正重新在鋪設的時候 還沒有開始的時候 那個假修復有時候它的那個回田的相關的這個品質 也是需要來做加強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跟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再做一個了解協商看是怎麼來加強這個部分的督導 再來就是我們針對這個食品安全的部分 因為現在端午季節也快要到了 有關於相關的這些食材的部分 你們現在已經有開始在做一些配合的機查嗎 在食安的這個安全 甚至法務部聯證署有要求各地方政府 政風單位要配合衛生機關加強食安的把關 那我們也跟衛生局這邊也取得一些聯繫協調的配合 我們有在配合它的動作 尤其是那是比較偏向於比較大的一些食安的機查部分 至於民心的這個目前的這個食品的檢查 我們倒是沒有這個人力做這麼多配合 因為重大季節的時候 這一些節慶的時候 民眾會採買一些比較傳統的東西 那相對的這相關的這個食品的安全 也是需要我們政府單位幫民眾來做一個相關的把關 是 這部分我們會後會再跟衛生局這邊來做討論 看是我們政風處能夠協助打哪些部分的工作 好 謝謝 謝謝 郭處長 我在你報告當中也有關於提高加班費的部分 但是前陣子最近有很多局處他們辦活動 都是有很多活動 但是這些協助這些活動的相關的這些承辦人員的部分 之前問客家事務局的時候 他說有些同仁是責任制 那這個他們的這個相關的這一種加班的費用 那到底是有哪些單位是他可以申請 還是說有哪些是責任制的 你們有了解嗎 是跟一座報告就是說 責任制的意思就是說公務人也要負行政責任 要把事情做好這個是好不了的 但是他既然有加班的事實 根據規定他有兩個方式 一個就是領加班會 一個就是可以補修 那如果他補修的話 可以找時間六個月內完成 那如果加班的金額不夠 要從別的地方去雲資 那如果這個局不夠的時候 他有提出事實的說明的時候 我們會幫他報到行政院去爭取 像去年我們有很多機關都透過人事處 我們只有一個機關 是因為他的表報有問題 其他的機關全部都通過 所以如果客家事務局有這個需求 我們會來協助他們 責任制講的是一個精神 並不表示說他不能夠領錢 也不能夠補修 根據相關法令還是要給他補修 或者是給他加班會的金額 因為很多這些同仁 大家都非常的用心在工作上 但是他們有超時的部分 我們總是也要給他們相對的一個鼓勵 我是希望說這個部分 能夠我們人事處這邊能夠來了解 再來就是我們現在有關 就是升格之後啊 我們各局處還有各區公所的部分 這些人力的部分都已經到齊了嗎 跟譯作報告就是說我們升格因為有新增原額 然後加上有一些自然的調動 所以我們目前是沒有滿邊 然後大概我們有統計過那個流動率 一年多下來我們流動率大概在百分之十一十二之間 所以這個比八百分之八是稍微多一點 但是我們的機器是一年多啦 那確實這個目前的狀況是比台北市好 但是我們就是跟一般的正常調動一樣 會有一些考試風花離開的 會有一些是平調出去的 有一些是升遷 那我們會協助各局處盡量把人員補足 目前那個區公所是比較好一點啦 局處這邊是缺緣比較多 因為有時候有一些部分 尤其像工程的部分 跟地方上比較有相關的 但是這個不知道是因為人力 不足有時候像里長的部分 他們也會跟我們反應到 就是說現在他們有時候通報的一些工程 或者是說需要協助的部分 好像這個完成的時間點 跟以前比較起來都比較延後 是不是因為人力有不足的部分 這有點原因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網務市長 他特別請我們去專案處理 就是說除了盡快把人補足之外 還要提升他們的素質 知道他們工作方法要改進 然後專業要提升 那我們一起來努力 那確實這個工程能力不足是全國性 但是我們還是要讓他 以桃園市政府比較正常化一點 這樣才能夠滿足民眾的需求 那因為網務市場已經督導我們了 我們會盡量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那目前當然是已經有一些成果 但是成果還不是很明顯 所以剛才的益作的指教 我們會再協調工程單位 盡量去做到我們能夠做到部分 盡量把人找齊 然後能夠發揮他的效果 我是希望說升格之後 有升格之後的相關的品質 各方面尤其民眾反應的事情 能夠比較快來完成 再來就是我們現在 就是你們的人事考核的機制 因為有時候有發覺 也有人員跟我們反應 因為可能一個單位裡面人很多 你要選出就是假等或疑等的 或者這些好像都 有時候聽他們講 好像有那個分配比率的感覺 也有人員反應就是說 所有的事情都照相關的 就是說工作的相關的指導原則來做 或者主管交代的 或各方面的 但是他給的這些相關的 這個成績還是 有時候他覺得說好像不太理想 我是不是 有關於這個考核的機制 是不是能夠來做一個檢討 是因為那個是考計法的規定 當然就是各機關在執行考計作業 會不會有剛才一座說的現象 我們來了解 請人事主任特別去留意 因為是有經過考機會的考核 有出核有複核 那當然就是這個過程中 會不會有同仁那種聲音出來 那我們盡量了解他們的聲音 然後設法去處理它 因為為什麼大家會有這種反應 就是比如說你在報告中也提到說 假設連續兩年以等或丙等的時候 他就有可能不被續任 臨死人員 臨死人員 所以他們非常擔心 我什麼就是他們工作的時候 什麼都就是照著相關程序 他盡心盡力的在做 但是有時候到考核的時候 那個成績 好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的黃文如議員 十分鐘 謝謝主席 那個人事處長 是一座好 這個我們在外面號稱有將近三百個顧問 那到底哪些顧問是真的顧問 哪些的顧問只是跨個名的顧問 報告一座 那個有幾職顧問在湖本部是五位 那目前有兩位有空缺三位 那其他的都是五幾職顧問 就是員考會所聘請的 是市政顧問 是市政顧問 那這些市政顧問的話 有印名片嗎 你沒有簽是吧 我是沒有收到 不過聽說有一些 我沒有看到 但是有聽說 有聽說就是印的名片 那這個有名片的 有幾職的顧問 跟無幾職的顧問 的名稱都叫顧問 不一樣 那個報告一座 我們如果是市政府 就叫顧問兩個字而已 我是希望你們能夠給他有所區分 能夠有所區分 那有幾職的 目前兩個顧問是誰 一個是黃士傑 一個是劉子綺 不是耶 這兩個是參議耶 他最近才 最近上個禮拜 才做調整的動作 哪有這樣子 你們才給我們的資料 他是參議 對 四月初是參議沒錯 這個月當中 這個月當中有做一個人事調整 是嗎 是 所以我們五月一號的時候 看到就是顧問了 這樣子 我是希望說 像這麼偉大的顧問 你要讓我們知道一下 還有其他的這些 其他的這些掛名顧問 我想應該要跟這個有幾職的顧問 應該要區分一下 是不是可以在名詞上面 能夠稍微改一下 我們來跟研討會一起研究 看看如何去處理它 要把它做區隔 對 這是一定要做區隔的 另外還有對於這些基要人員的聘用 對於基要人員的聘用 有沒有什麼特殊的條件 比如說就是 就是在於他的專長啊 或者是在於他的這個學歷啊 或者是在於他的有沒有良民證啊 這些的 有沒有特別的一個 跟義作說明就是說 在考試院的基要人員聘用辦法 他有學經歷資格條件都有 他譬如說博士 然後工作幾年 那當然是檢證的這個層級 那如果說只是國小畢業 他也沒有工作經驗那對不起 那不可能到檢證 也不可能到建證 只能到委任 所以他這個區隔 是考試院給我們的限制 那所以即使我們要用人 也要看他的學經歷資格條件 是沒錯的 也是要有這個 那我們目前用的這些的基要人員 是不是都有符合這些資格 要 如果不經過我們審核 我們當然不會簽報 那如果簽報之後我們做的不對 全新部會打回票 你這個話有語定 如果要經過你們審核 難道還有不經過你們審核的這個基要人員嗎 沒有 我是說我們會看 我們在會簽的時候 會注意他的玄金力 是不是符合金用人員的金用辦法的規定 如果不符合我們會簽註 那個處長 這個目前的這個基要人員 我希望你能夠給我一個名單 因為從上次的半年到現在的半年 應該都已經有改過了 應該有一些異動了 應該有一些異動 然後把他的值等 跟他的學經歷 是不是也能夠讓本席知道一下 可以嗎 可以可以 我想真的 也不能夠講說一顆死 壞了一鍋粥 對不對 像這個體育局的這個事情的事件的發生 真的是讓整個市府的團隊真的是蒙羞 那就讓他就這樣辭職走掉了 我覺得也真的是太便宜他了 那當初的任用是什麼任用 因為一級機關他有兩個名額 兩個名額 那當然這個就是一定要有專案簽報的動作 然後這個用了之後就是人事處做書面審核 那當然這個體育局要做好管理 是體育局沒有把人管好才會發生這個事情 不是我是說因為人的禁用有一定的程序 但是他平常的上班的情況 那當然這個用年機關要負責任 好我跟你講 那個處長 我呼應剛才陳議員的這個問題 目前這個市府你看到晚上大家都燈火通明 對不對 那加班到幾點我們都不知道 大概八九點以後陸陸續續都有人出來 然後假日又辦活動 假日都辦活動 我跟你講我不知道他們這個超時工作 現在規定勞工一個 現在規定一個工作人員一個小時要 不是一個禮拜要工作多少個小時 如果說他政策工作是上班是八個小時 那如果說業務需要加班的話 那當然我們不希望加到很晚 那個譬如說通常都是 不是啊沒有做完的話 那不管是在這個 沒有繼續做完的話 那是不是又羈押公文啊 對不對工作待度啊這些 我希望你回去能夠跟勞動局能夠做一個整合 不要你們一天到晚 這個勞動局出去 去找這些企業去刮人家鬍子 然後自己市府裡面的員工的鬍子 鬍子沒有刮乾淨 我們會找相關單位來改善這個加班 對一週要幾個工作 一週要40小時 40小時 對不對 然後超過的話呢 是要怎麼做 我跟你講我希望你能夠好好 能夠回去好好瞭解 另外還有那個審處長 不能太便宜你了 我告訴你喔 那個請問你弟弟現在到哪裡了 你是說我的小弟吧 我不知道你有幾個弟弟 我兩個弟弟 但是喔就是上次 一直要去徵社會科的科 科長缺的那一個 現在到哪裡了 他怎麼可能當社會科長 他現在在平鎮公所的李幹事 李幹事喔 哇那這個缺更好 大家良快的很 李幹事 我告訴你啊 也由於你這個舉動啊 上次我已經告訴你 萬萬不可啊 已經引起反彈了 但是你還是一意孤行啊 人家面舉不進 我弟弟的人是我完全沒有進入 沒有我告訴你 就是因為你去 就是因為你去強烈的去推啊 那就是冤枉 所以我告訴你啊 所以大家對你相當的反彈 他是從七指等掉到五指等 沒有你講話的 我在講還是你在講 我要澄清啊 你要澄清你書面澄清 他是七指等掉到五指等 怎麼可能我去運作 我告訴你 主席啊維持會場秩序 是 另外還有啊 另外還有啊 現在你們政風人員 士氣相當的低落 你知道嗎 這三年的檢任官的受訓啊 都是在升格以後來的 有的人藉著這個位置啊 受訓完了 然後就調走了 應該不會 我們還是有出過公開甄選 你幹什麼 欸主席啊到底是 到底是 時間暫停 還我一分鐘 你給我站出來 你給我站出來 我講話你再給我插嘴 我跟你講 目前啊 受訓了幾個 你們有幾個有 有資格受訓的 我告訴你 你 目前受訓的三個 已經跑掉一個了 對不對 還有一個啊 加住台北 也是在有這種的跡象 馬上去受訓 受訓完也是拍拍屁股走了 請問你們 目前你們政風是 到底 政風處到底有多少的人 有受 有這個資格的 有多少 只要符合 你跟我講幾個就好了 九十等只要升任 三年以上就可以了 處長啊 我知道你不敢講這個數目啊 要知道哪些人有這個資格啊 就是每天窝在你的辦公室 跟你拍馬奉迎 嘘寒問暖啊 成婚定情啊 那些人就是有資格的 這些人啊 都是在101年升格以後才來的 處長 這些人我敢合理的懷疑 都是跟你有關係的人進來的 那為什麼有十幾個 在有資格 但是又在那個又在政風市 我沒有叫你回去 你為什麼回去 麥克風我要講話聽不到 那為什麼呆了那麼久 還不能夠有資格去受檢任官 的這個訊 我跟你講 處長 您是在這個 否定以前政風人員的這個 的這個辛苦嗎 是不是 不會這樣子 是經過我們的考基委會 都有公開 對嘛 就是來的都是新來的嘛 以前舊的那些都沒有用嘛 對不對 那個處長你很會做事 沒有錯 我跟你講你回去查查看 這一次啊 燈會的 燈會十六天 表演團體的錢啊 有沒有都發給人家啊 青年事務局的錢 表演一表演的部分 第二第二第二表演場 通通都沒有發 嘿 還有主場也沒有發 為什麼會發不出去呢 你有沒有去瞭解 有沒有去瞭解 這部分先前我們沒有這個訊息 怎麼沒有這個訊息 怎麼沒有這個訊息 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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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你都管得到 難道你只 難道你只 誰拍馬屁拍著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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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會後,會後我們這封處長,書面給我們黃議員 好,謝謝,我們劉盛前議員跟楊朝偉議員 謝謝主席,人事市長,我特別接著機會 謝謝,我想特別接著機會跟你討論一下 有關於我們落實考核獎程,激勵同仁士氣的 那我想剛剛你的數據,工作報告裡面說到 我們有關於我們技工加獎的部分,懲處的部分 那我稍微剛剛跟你們核對的其他六度的資料 的確我們核定加獎這些技工的次數,的確六度裡面我們算最高的 那光景消的部分,到達十五萬字的加獎 那我這邊網路上還特別有一個警察同仁 有特別在網路上特別說明,他們有一個基層的援警 一年寄三百多隻加獎 那因為警察情務比較不一樣,那三百多隻我稍微算過 三隻大概就是一個小工,那三個小工大概就一個大工 那如果這樣算起來的話,他幾乎一年可以寄到十隻大工 那我想剛剛特別提到,當然警消的工作比較不一樣 那我們希望說能夠訂定所謂的一套標準 因為警察下比較奇怪一點就是說,他們警政署可能有 辦定說,我今天要九冊,抓到九冊的一個人可以寄兩隻 兩隻加獎,好他其他事情都不做了,他一天到晚抓九冊 然後看到其他的譬如說,其他的方案案件的部分 分數不高,他們就不積極了,所以我認為啊,人事是一條邊 我想對於人事懲處的部分,好的警察,好的公務人員 我們該獎勵的,我們要獎勵 但是我覺得應該有一套標準,否則的話,你看警消的人員 警消這些同仁跟我們一般的行政機關的落差那麼大 我覺得你可不可以很快的說明一下我們未來的立場 是,謝謝一座,因為確實我們也看到警消這個獎程,確實比較跟我們不一樣 那因為警政署跟消防署他有一個標準,那個標準是合不合理 真的是值得去檢討,為什麼結果這麼多 但這個是全國性的,我們會透過警察局跟消防局 把不合理的現象找出來,然後反映給警政署跟消防署 他們再找相關的縣市再一起來開會解決,確實會不會評比太多了 對,你自己認為評比太多,實際上這六都裡面,我們的確偏高 我剛剛特別提到,抓一個酒冊,一個員警可以兩支加獎 你抓犯人的話,要出生入死他不願意抓,沒有獎賞他不願意抓 他每天都在路邊等你們喝酒的,他一天都可以抓兩件三件 他就有六個加獎,我覺得這個東西應該要來檢討啦 我覺得對於我們所有的公務人員,我剛剛特別提到 除了我們警消很辛苦以外,我們很多的在我們行政機關裡面的同仁 也很辛苦啊,我覺得應該要有一套的標準出來啦 好不好,我想這部分未來,我希望不要什麼都 我們雖然是最晚六都裡面,我們是最晚直轄市的 不要說這個績效記起來是第一名,跑得比別人還快 成為第一名,如果治安的績效是第一名,那當然好啦 但是如果酒冊那個是應該合理的去執法 好你請坐,那政風處長,楊遠好 我想政風單位,我們一直認為說,我們應該第一線 不管任何事情應該是主動的積極的來,來查查一些案子 可是我發覺我們政風處啊,好像都是後知後覺 不會有些案子,我們有在查 每次都是我們議員反映啊,民眾陳情 你們才願意查,我再講兩個案子 第一個,有關於在上個會期 我們特別關心桃園縣勝於土石方的問題 那我們桃園縣各個都市重畫部分 現在都蓋大樓嘛,要挖地下室 那要挖地下室的話,這些業者都要做申報 那都要申報的話,都要按照他的程序來申報嘛 那才能夠開工,結果他按照程序來申報的同時 結果他沒有按照他的計畫裡面來做他的所謂的動作的部分 那你們後續的考核有沒有來追蹤,也沒有 到現在喔,到現在喔,我現在提醒你喔 我現在直接提醒你一下,到現在喔 還是在亂到這些廢土 我不知道說你們到底公務局的陣風到底在幹什麼 有沒有做查核的動作,你說明一下 我跟議座報告,區議員議座提針對幾個廢土亂到土案 後來我們有一個調查報告 我們也有建議要研修這個土石方管理條例 但是後來開會結果認為是執行面的問題 原來的土石方管理條例還不用到修的一個程度 那至於說剛剛議座所講的 這個最後這管制追蹤 事實上我們也沒辦法說都盯著車子在跑 還是要靠一些相關的GPS定位等等的管制措施啦 那是在公務局在這方面的管制措施 或者是一些來改善啊 到現在喔 一直都沒有辦法做有效的來做改善 我想這部分你們事後好好的去做處理啦 第二個就有關於燈會的部分 我們很多議員都非常關心 那個關於攤商的部分 明明講的證據確鑿 事實跟你講的那麼清楚了 你們到底有沒有移送啊 我跟議座報告我們也完成那個調查 就招標程序跟評選都非常公開啦 評選委員是用抽籤的 那這現在我就問你嘛 他錢有沒有繳到我們公庫有沒有 有沒有告訴我 權利金650萬是已經有入庫啦 權利金那至於說代管金 就依合約規定 攤商所招租的那個租金 攤位租金要代管 比如放在這個市庫來代管 依他的建置完成領回嘛 這部分代管金只繳了32萬 沒有繳足嘛對不對 那我想這個有沒有違反 告訴我有沒有違反 這個實質上這個權還是廠商的權 只是我們沒有把它繳足 是會有產生我們履約風險 會承擔變成我們業主會承擔 我想等一下我們議員會繼續的 來追問這個問題啦 我想希望你們能夠落實一下啦 好不好 好謝謝 好謝謝楊議員 謝謝主席 那局長 處長 是 我知道你有做一份報告啦 那就說整個公告跟整個程序 原則上都是沒有違法 基本上 基本上沒有違法 但是在執行面上 大概缺失有三四點 那我覺得這份報告不是很完整 因為他的程序事實上已經違法了 因為他的程序 他的公告是需要繳代管金 那很多包商來 因為他要繳代管金 他認為說他沒有資格這樣繳 有沒有資格這樣收 所以說這個契約內容有問題 造成有一些包商不敢進來 這就第一個我覺得程序有問題的地方 第二個 總共大概有兩百六十五灘 到兩百八十灘 那以你正峰市這邊來算一個平均 一灘要繳十萬塊的代管金 那等於說大概在兩千六百萬到三千萬左右的代管金 結果進來了三十二萬 這三十二萬是怎麼會三十萬 一灘如果是十萬塊的話至少也要四十萬或是三十萬啊 不可能多一個兩萬塊出來 所以說這代管金從頭到尾都有問題 那你的看法咧 因為這個代管金 他按合約是說 譬如說廠商 因為結婚時間 攀位建制完成的時候 你這邊是不是算一灘十萬塊嘛 對不對 抓那個均價 抓均價十萬塊 那三十二萬是進來幾灘 這個部分 我們倒是沒有再去想 所以說你那一份報告本身就有問題 你那一份報告就不準確 你連三十二萬幾灘你都不曉得 那處長沒關係 會後 我覺得這一定要還 這一部分一定還是有問題 所以不只程序的問題 你整個代管金他繳進來以後 然後我們代管 然後再給桃花園 桃花園現在跑路了 桃花園現在人不在了 那代管金也沒有進來 那到時候要追場要找誰都會追場 那兩百六十幾灘到三百灘的攤位 一個人十萬塊你要去找誰 你這邊手邊有資料嗎 都沒有 都沒有 所以說這部分 我希望說會後 因為還有總質詢 還是要做一個處理好不好 好你請坐 那 剛剛 時間是真的不夠 那沒關係啦 就酒駕的部分大概講一下 我剛剛看 十五萬多支的那個家獎 跟技工 那大概三分之一是在酒 三分之二在酒駕 也就是大概有十萬支的家獎是在酒駕 那換取平均一個人罰四萬塊 就大概有四十億 四十億的罰款 賺了大概將近十五萬的獎勵 十萬支的家獎 那我覺得說這個真的是很不公平 那剛好很多議員問到你說 你要這邊來做一個處理 那在這邊跟你肯定 那也肯定你在工作報告的時候提出二十二項 而且只有你的工作報告跟去年度不一樣 有所改變 比如說在推動性別主流化的部分 你原本寫的是推動性別主流化 然後促進女性參與決策 那今年度你是推動性別主流化參與行政院 104年度性別平等業務事辦評審 那針對性別平等業務事辦的部分 那事辦的結果開了九四會 開了九四會以後 他現在給我們什麼建議 或是我們有什麼疏失請你講一下好不好 謝謝一座 因為這個工作是行政院第一次做的 那他找了五個縣市來做這樣的事辦 那這事辦過程中 確實我們資料準備上是比較充足 六個縣市 六個縣市包括我們六個縣市 對 那這個樣的過程中當然就是因為他是要統合的 那主要 講重點 有什麼缺失要改善 有什麼要檢討改善 我們科長來說明一項 來 報告一座好 就是有關這一次視頻的部分 他給了我們幾項建議 幾項幾項 有什麼要改善 總共大概有七項 有七大項 那這個檢討會議在執行的時候 是在104年幾月份開始 開了九四會 我們其實真的檢討會議是開了兩次 這邊是寫九次 有九次籌備會議 那是籌備會議 籌備會議 總共開了幾次 開了九次 那從什麼時候開始籌備 104年的一月份還是三月份 十月份 因為行政院姓平處十月份才平處 我們只有兩個月的時間 104年的十月份開始 為什麼會開這個會你知道嗎 因為在101年度的時候 聯合國那邊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上的歧視公約 通過了這個公約以後 所以他們很要求這一部分 所以桃園為什麼會入選 六個縣市為什麼只有一個桃園跟台中 兩個直下市會入選 為什麼 謝謝請議座 我問你們啦 換你反直詢 是我問你啊為什麼 報告議員 其實我們有側面先跟行政院姓平處了解 為什麼我們特別被入選在這次市平民單裡 那他有跟我們說 因為我們今年剛升個直下市 你認為我們有很大發展 行政院姓別處大概也跟我講一下 但行政院姓別處說 因為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桃園市有多次不良紀錄 除了在校園發生多起性侵案件以外 在我們市政府也發生過兩件 103年8月份的時候有兩名男性公務員 以迎新的名譽 然後請那個女性職員 然後到外面去那邊迎新 是升格之前在憑政 對啊對啊 是103年嘛 這也是個紀錄 103年8月份嘛 結果在賓館裡面贏薪 是贏蕩的贏 新年的薪 然後在104年 也就是你們在開性民籌備會的時候 在審查的時候 104年11月份 體育局又爆發了一件性侵案 又爆發了一件性侵案 也等於說你們在接受評審的時候 同時我們市府的公務員也開始在性侵 用手指的性侵 那大家都說為了保護當事人 所以不提起這個案件 我認為這樣對當事人很不公平 這個案件當事人發生以後 他找社會局 然後找社會局以後 就到副優隊 然後直接去報案 那到底這個公務員 他因為他是學校退休老師 領月退 然後11月18號發生性侵 然後來這邊 當一個妻子等的一個專員缺 那領的薪水又比較少 那性侵的時候又報加班 那到底你這邊有沒有做管理啊 哪有報加班費在性侵 所以說處長 針對這個性侵案件 我希望說你這邊 一定要做一個內部管控 我們桃園 整個性別平等的部分已經破功了 那曾茂市主任 是不是 之前這間醫療 我們總共事也要列入預防啊 整個桃園市公所 每年度 整個桃園市政府每年度都發生性侵 那105年度不知道在幾月都發生啊 好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黃金平議員跟萬美林議員 謝謝主席 這個郭處長 是 藝術好 那個我看你的報告裡面有提到這個 約聘僱人員的這個年終考季喔 連續兩年列以等或秉等 將不宜續聘 這是你們行之有年的做法跟規定 可是這個會不會劉宇主觀 他有一些人士在這個考評的時候 他有一些私心或者是 劉宇我對你這個人有成見 或者是怎麼樣 或者是你不是我的人 或是你是前朝的人等等 都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你如何有一個比較準確的量化 或者是能夠讓人家心服口服 而不是說 比如說我對你郭修發 我不滿 我不滿你的狀況 或是我不滿你這個人 我今年就給你考季一等 我明年還是想辦法 就給你一等 就把你弄走就對了 你怎麼讓人家 能夠那個 有身負 或者是有辦法 連講話都沒講話 就只要請他走路了 謝謝一座 因為確實我們工作考核是要考核 但是考核的標準也要明確 那這個過程中 會不會有一些太主觀的見解 來影響到那個考核的結果 確實我們要去觀察 要去注意 要去改善 我說這個部分 你們怎麼樣去增補 怎麼樣去想辦法改 那個補強 這個模糊的漏洞 因為我們每個局處都有 人事主管 然後人事主管 他也是考基委員會的 當然委員 那這個過程中 他能反駁那個局處的局處長 或者是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處首長等等 因為考核相對要客觀 所以說在考基委員會在討論的時候 當然要舉證 所以這一點的話 人事主管要負起他的責任 就是在考機會要跟委員 我覺得各單位的人事主管 都沒有在負起責任 不是有是有啦 只是說這個就是 因為考核結果就很清楚 假就是假 疑就是疑 只是說兩人疑 還是會造成我剛剛講的那個問題 沒關係你想個辦法 你到時候看怎麼跟我說 說在這個各局處 你們怎麼樣做人事主管 他的財量權 他的那個怎麼樣 有辦法讓當事人 有這樣的一個這個 身負的機制 還是說 以後連續兩年考一等平等 你就是走路就對了 是好 我們會來研究改善 這個警方的這個警銷的獎程 這個我也贊成重獎重成 懲罰並重 但是在這個比例來想 真的是過高 我也不希望說 有有發生這個 像議員剛剛講的這個 讓警察好像去背這個污名 因為警察他為父治安 是他自己應該做的工作 那但是說 如果把他拿來說是 有開罰單 或者是如果是用什麼 取締酒駕啦 零檢啦 這個都要去獎賞的話 我覺得這是不合時宜的規定 和不合時宜的做法 這個一定要檢討沒有錯 而且不能讓警方 因為這樣的一個去好像 背上黑鍋社會的這個罵名 現在這個檢舉人都很多了 到處都有檢舉達人去拍這個 違規違法的 然後尤其是違規 交通違規 都會寄給警方 都會傳給警方 那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部分來說 希望人事處 這邊可以跟得上腳步 在跟這個警銷討論這個獎程的時候 如果你們當中內規 有這樣的一個做法 或以前一直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能不能把它做一個調整 而不是在以過去的觀念 取締酒駕或者是開罰單 就是用這個 有這樣的一個 比如說 這個 小工 紀工或家獎 等等之類的 這樣的一個制度 對 謝謝一座看到這個現象 就是說這種獎程太多 其實我們會吃不消 因為這個工作也會相對的多 但是要合理 如果說是要合理的時候 當然就是要去檢討 因為這是全國性的規定 你本身是不是有一些不合理的 譬如說剛才講到評比太多 或者是對民眾的處罰 是不是太獎勵了 因為這本來就是他的本質工作 不是要造成警方有這種心態 所以我多抓幾次這樣的違規 然後我就能夠多幾次加強 這種心態也不應該 對 但是本來他們該做的 但是不是變成一種動力 你知道嗎 去開罰單的一種動力 這會讓民眾和社會觀感很差 所以這個希望你們可以再跟警消 警察局 消防局 還有你就算是全國一致的規定 你很多事情不能夠通盤檢討 或是做一個反應嗎 現在的社會氛圍已經不容許 不一樣的 我們要多讓基層發言 對 我相信你們市府 也不希望有這樣的一個 很奇怪畸形的現象發生 這也扭曲了當初的這個精神 好不好 市長請坐 我請教一下這個沈處長 剛剛聽完那個劉勝權議員執行完之後 我就覺得說怎麼桃園市政府 好像從過去到現在變了那麼多事情 尤其像上次發生那個 體育局的這個吳建皇 對不對 一個性性侵害的這個事件 你說剛剛你講的 從後面才能這個知道 前面的你們就算知道也不方便講 那身對這個事件 你們自己有沒有掌握 我跟一座報告 事實上這個發生是 當事人他私下 就透過一個社會局的體系 局裡面的政風單位 或是你們自己市府的政風 都沒掌握到 不知道 都不知道 直到事情發生了 然後告了這個檢方 檢調查了檢察官那個判 那個這個起訴人 你們才知道 起訴人才知道 而這個事情也是為了 他當事人也是為了避免二度傷害 越少人知道是越好 這慢單位 所以像很多 不管是各局處裡面的政風單位 或是在市府裡面的 你們的防圍杜鑑 我上次還看到你們公務局 這個公務局在質詢的 那個備詢的時候 有議員有提到說 公務局去年把這個標案 從什麼五千 這個分成五千萬元以下 改變那個坑洞的填補標案 分成全市的十二標 當時好像副市長也在 副市長還說如果是我的話 我不會這樣子處理這樣 對不對 副市長請坐 那像這樣的一個 你們有沒有主動去了解 為什麼要公務局要做這個決定 突然改變了這個道路坑洞的 這個填補標案 然後甚至十二個標裡面 有三個標都同一個公司 那九個標幾乎可能 你去追查一下 是不是也同一個公司 等等類似這樣的一個情況 後來就是前面 他在成和過程 局長那邊批的 一直沒辦法沒有批下來 到時間一直快 有沒有跟你們政風處打過照顧 快到的時候 他才改變這個策略 那有沒有事前跟你們商量過 沒有沒有 這個算不算 在法律規定的程序當中 要這樣招標也是可以 只是因為這樣的招標結果 造成廠商變成就沒有辦法 用所謂的限制他得標數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這容易留於弊端 他還是屬於公開照標 沒錯 但是就像剛剛 今天一直帶大家關心的 這個台灣燈會的問題 你也是後來發生事情 桃花園倒了跑掉了 雖然你剛剛也講說 他要繳貸管金2650萬 只繳了32萬5萬而已 那這個是我們市府的貸管權 就是廠商的權益問題 可是事實結果就是證明 他已經不見了 那剛剛我也聽到 本席也聽到你在 回答議員備詢的時候 你提到說 這個招標程序有問題 那像這個 你在當初發生的事情的時候 你難道也沒有辦法 跟經發局 或跟相關的主管機關 夜管單位去溝通 跟他們講 有這個可能發生 你們政風處的事情 職責不是事後是插屁股 我跟一座報告 事實上他招標程序沒問題 他的廠商 那你剛剛不是在回答說 招標程序有問題 設定為社團還有評選 評選委員還用抽籤的 經發局的七位評選委員 經發局內部只有兩個 其他都是府外的 其他都是他機關外的 那你們就 三個是府外的 另外兩個是府 你們有沒有移送檢調 沒有沒有 這目前這個案子 還不構成圖利 或者是堵持的問題 廠商都跑了 還在旅業管理的 行政疏失的問題 可是像剛剛講的 因為還沒結算 他還可以做追索 就是提出民事的追索 只有這個市政府這邊 提出民事 協助他們提出民事的追索 因為他還沒結算 如果結算 而沒有去追索 我希望你們就這個案子 我剛剛講的 這個包括公務局的這個標案 還有包括你們剛剛提到這個 燈會能夠做一個 清楚的這個查查 能夠讓我們議會知道 要不然我覺得你們總是說 事後才能夠去這個了解 你不能這樣子到時候說 事前沒有辦法防圍杜鑑 這個在燈會執行期間 你做一個專案的跟我們說明一下 是會 那個處長我想我接著問 其實你一直在講說 招標沒有問題 招標沒有問題 我當然知道招標沒有問題 那這整件事情我們看到的是 在招標之前 你在設計這個標約的時候 就大大有問題在了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我覺得 我要提醒你 有很多東西其實在招標當下 大家都知道把它設計成沒問題 重點是在招標之前 你怎麼去設計這個標約的 然後你剛剛說 評審抽籤出來 抽籤出來以後 有沒有人為不髒的去聯絡 或者去受益 對不對 這才是你要去看的嘛 那如果說這麼大的一個案子 然後現在有兩千多萬都還沒有入庫 然後你說到目前為止還不夠錢 然後又說反正他們明示自己去求償 我覺得這是市政府很不負責任的一個態度 那另外我要提醒你的是 其實有政風處 它是一個獨立超然的立場的一個單位 那我希望你自己要把政風處 自己的尊嚴自己的立場要能夠守住 該有什麼案子該辦 你就應該要辦 你不是屬於這個市長底下 然後送命聽命的一個單位 你自己要這個立場要超然嗎 那當然 那另外我想針對這一次 我們桃園市府的這個單位裡面 發生了這個性侵的事件 我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不可思議 當然我想這個事情 現在已經就是說司法在調查了 可是你知道嗎 其實在過去的這段時間當中 在我的服務處就不只接到一件 在市府裡面性騷擾的案件了 我覺得大家不要衝耳不聞 那只是有的時候為了要維繫當事人的名譽 或者他們和解了 可是你知道嗎 市府是要營造一個友善性別平等的一個工作環境嗎 那像這些事情 我不相信都到我們的議員服務出來 你們會完全不知道 我想要藉這件事情 好好下去清查去徹查 然後去了解一下 還有多少女性在市府裡面去受害 那最後您請坐 我想這個主任我想請教你 其實今天我們大家都非常關心 就是我們大家手上有一個數字 就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就是看到我們在這個行銷的這個加獎的部分 有多少隻 這個是我們在工作報告有提供的 就是15萬4千 你看到這個數字你覺得呢 我個人覺得說雖然他過去是重獎重成沒錯 但是現在時空環境改變了 是應該要去面對他 要去看看裡面有沒有什麼不合理的獎勵 那我們要把它找出來 那個主任我想另外有一個角度 我從這個事情我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但網路上最近流傳的說 某一個我也不知道指的是誰 某一個人警戒的某一個長官 然後他在去年一年記的300多隻加獎 我覺得說雖然我不知道他是誰 可是我覺得也要幫他喊冤一下 我相信他不是因為看到這個地方有加獎 還往那個地方一直去做 而是因為他可能很勤快 或者他有某方面的能力 那麼警局呢要借重他的能力 或者他自己願意多做很多事情 正好就符合這個獎程的制度 所以他被寄了這個加獎 那難道因為他被寄了那麼多 他今年說我這麼勤快這麼認真 還要被大家拿出來網路上講 下次我不要做好了嘛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角度看 並不是這樣子看事情的 比如說這個酒駕 那常常很多人 酒駕上面寄了很多的家獎 寄了很多的工 難道因為這樣就是說 我為了不要避免人家獎 我酒駕我就放鬆一點嗎 也不是這樣嘛對不對 所以呢 我覺得你講的 既然這是全國的法規制度 我相信我們所有的警務人員 其實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他不會去想 這件事情到底哪一個有工 哪一個沒有工 我做或不做 不是這樣的喔 我覺得這真正是把他們的辛苦污名化了 所以我們要跟警察局 消防局一起努力 你真的要去檢討一下 或者是你要去回報一下 到底這個制度 全國要來做一個 怎麼統一的這個檢討 我相信所有警務人員 他們不會有這個意見 那相對的 我們在檢討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不是說今天議會大家再提 我就要從很多的面向跟角度去看 那如果說今天提完以後 那所有警務人員說 好吧 那酒駕我就不要抓了嗎 抓的越多還被你們拿出來檢討 這個科目上 我希望你要弄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 謝謝張文議員 十分鐘 好 謝謝主席 那個 人事處長 是 那我想呢 剛才我們同仁 有提到一些講程的這個問題 其實呢 根據你的這個資料統計 我們的這個講程人員 這個100 這個我去查了一下 我們103年是15萬3665人次 總人次 那較104年 也就是去年1月到12月份 一共增加了1262人次 那警銷人員的這個部分呢 去年的話呢 是14萬6777人 那今年呢 是15萬4927人次 然後行政機關的話呢 是1萬1750人次 那我想 其實 我也相當的這個贊成 其實警銷人員 在他們的這個工作內容 可以說是包羅萬象五花八門 他們工作的 第一個工作時間非常的長 第二個呢 他們要扶勤的這個業務的這個內容 也非常的這個繁複 那因此 我想對於未來 獎勵的這個事實的這個內容呢 我覺得我們應該從制度面去做一個充分的一個檢討 那這是第一點 那我覺得這些獎就是獎勵的這個寄功加獎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口頭的這個免利等等 我覺得不能夠留於形式上 或者是 作為長官 就是 當做人情 然後作為一個濫用 我覺得這樣的話呢 可能就不太好 那這是有關於獎勵的部分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 存儲的這個部分 這一部分我比較好奇一點的 就是說呢 我們在103年 1月份到12月份 我們這個總存儲的這個總人數呢 是2103人 但是到了104年的1月份到12月份 我們的總存儲的這個人數呢 是4057人 那增加了1954人 警銷人員的這個部分呢 從原來的2079人 那麼到去年的4000人次 一共增加了1921人 那行政機關的這個部分呢 103年是24人次 那去年呢 是57人次 增加了33 那我就請 我比較好奇的就是說 這些被懲處的這個原因 那我們是不是要 就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那懲處的這個 就是人事 不但沒有因為 我們這個人事處的這個介入 那麼去做一個 比例的一個調降 那反而呢 增加了這個比例呢 反而增加了這個很多 那我覺得這個不可思議 你看行政機關的這個部分 如果以103年度 跟104年度來做這個比較的話 那被懲處的人數 增加 人事 增加了1.4倍 那警銷人員的這個部分呢 增加了92% 那是不是可以請那個處長說明一下 是謝謝醫座關心 那當然剛才提到的講程 確實很多面向 所以才要都 過激光來溝通 那當然就是我們掌握到數據 因為我們提供的請警察局 去提供數字 至於裡面的具體的狀況 我們當然要再跟他事後做研究 做處理 就是說到底是剛才醫座提到的 是什麼樣的懲處 造成他的案件會增加 那如果以個人的那種理解 第一個就是因為我們升格 我們原有當然是增加 母數是 你不能因為升格了之後 我知道 這只其中一個 被懲處的人數就跟著升格 這只是其中一個 那這樣的話不是很大的笑話嗎 對 所以現在我們就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知道意思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被懲處 他一定有被懲處的這個原因 然後達到懲處的這個標準 我們才會給他做這個懲處的這個組織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被懲處的這些人員 不管是行政機關的人員 或者是我們這個檢校人員 我們都應該去做一些加強的一個輔導 不要讓他們就是那個顧忌重生 那我覺得這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我認為我們那個 我們的人事處 也應該就是 建置一個什麼呢 預警的一個制度嘛 對不對 你不要讓這個被懲處的這個原因 每一年都重複的這個發生 那發生的這個人呢 又可能會就是 重複都是同樣的人 被懲處的原因 是同樣的這個原因嘛 那我覺得這一點就 可能就非常的這個不好 所以跟一座報告 第一個就是可能這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最重要就是 因為去年審計單位在清查 全國各縣市公屋公教人員 違法兼職的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到了去年年底 已經告一段落了 確實有幾十位的同仁 是這樣子接受到懲處 比例也蠻高的 我們有五十幾位 所以這個拜託出場一下 因為我們公務人員 本來就應該率先成為 所有民眾的這個表率嘛 對不對 我們公務人員 如果多做一些 違法違規的這個事情的話 那你怎麼去要求老百姓 要跟著守法呢 好不好 謝謝 謝謝處長 那那個曾鋒處長 我請教一下 那我們在104年度 那個訂定了桃園市政府 工程施工查核這個小組 設置及作業這個要點 那我個人看了你這個工作報告以後 那我覺得有一些缺失 我覺得必須要做一些這個改進 你像你在去年到現在為止 你一共積查了這個49件嘛 對不對 可是呢 五個月 五個月而已 那積查了這個49件 可是我看你這個辦法裡面 事實上 有很多就是未盡之處 我為什麼這樣講的 第一個 其實你這個評比呢 你這個查氣 就是作業要點裡面 你這個查核你分成 就是結果出來 你分成四個這個等級嘛 對不對 優等 假等 儀等和秉等 那我認為你評比出來的這些結果呢 因為你沒有訂定一個 嚴格的這個處罰的一個條例 所以對這個廠商來講 我覺得沒有辦法達到一些嚇阻的這個作用 所以我就建議你喔 應該你查核出來 如果沒有符合這個規定的話呢 施工的這個規定的話呢 我覺得我們就要去嚴處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我們現在一些抽查的這個見數啊 跟抽查的這個比例喔 我覺得不足 我覺得抽查的這個見數要再提高 抽查的這個比例呢 也必須要提高喔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你這個查核作業要點裡面的 第五項裡面提到喔 你是以這個施工工程的這個總金額的千萬以上 來做一個集合的一個重點嗎 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 在一千萬以下的這個 我們市政府的這個相關的這個工程 其實也非常的多 也包括學校裡面的 也包括各區區工所 他們要發包的這些相關的這個工程喔 那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的公共工程的這個施工的這個品質 其實常常被老百姓所所詬病 特別是露品專案的這個部分 坑坑洞洞 然後呢這個人手孔不平 或者是有一些設施的這個部分呢 也常常造成老百姓必須要透過 我們先抽查的這個建樹喔 應該要做這個提高喔 那再來呢 你這個考核的這個項目喔 其實你只針對施工的這個品質 施工的這個進度喔 去做這個考核 我認為這個本來就是 我們公共工程裡面在施作的這個過程當中 兩個基本的這個要素嘛 對不對 那但是呢 這兩個要素夠不夠呢 當然不夠 你看我們現在 龍岡路透開了這個工程 對不對 然後我們之前我們贏德路 包括我們龍南路 這個所謂這個雨水下水道的這個工程的這個部分 那都現場都產生了什麼問題呢 交通圍管的這個問題 然後呢 還有這個安全維護設置的這個問題 都是在他施工的這個範圍裡面 亂七八糟的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都不在這個考核的項目裡面呢 所以我就建議你 你這個考核的項目 除了施工進度 施工品質以外 我們應該要再加入一些交為的這個計畫 那麼以及安全的計畫 也要把它考核在裡面嘛 對不對 那那處長你的看法呢 可以做報告喔 就是那個建數跟比例 都是工程會是有定的一些查核的標準 你不是工程會 我跟你講 處長 會 你這個是桃園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耶 是我們自己公布實施的耶 15件到20件為一個這個上限嘛 是 我認為這樣不合理啊 是不是 如果你的計查的這個人員不夠 你就增加人手嘛 對不對 你不能夠用人手不夠來作為推脫這樣的一個藉口嘛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們在未來的這幾年 好 我們休息五分鐘 謝謝老師 謝謝 小鈴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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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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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对 感谢观看 我們這個明星街那邊那個道路實在是鋪得不像樣 所以說希望說要請它改善或是重鋪 好 謝謝處長 接下來我要請教郭處長 那以前我們市長 以前的縣長都沒有跟我們的同仁有約 那我們這市長上任就跟我們的同仁有約 請問這一些市長與同仁有約的這個辦得怎麼樣 是 謝謝一座 我們市長真的是很重視員工的心聲 因為由下而起就是要多了解員工的心聲 然後我們才知道要怎麼去做 那確實同仁的反應都很好 因為辦了兩場 一場是跟正式職員 一場是跟約聘僱跟臨時人員 那一共是兩百多位 那這裡面他們也都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意見 包括設置托偶索 或者是說我們在這個一些的領導管理方面要做個改進 那確實我們都聽進去了 那市長也在做一個提示 我們如果說辦得很好 我們要繼續辦下去 因為市長親民愛民 當然對我們的同仁更是愛護有加 既然去年度有辦 與我們同仁有座談會 希望今年也繼續辦 是是 那今年也都還沒辦法 因為我們會一年一度的 最起碼要至少辦兩場 讓同仁的心聲可以直接到市長的那個他的心裡頭 可以直接跟面對面跟我們市長溝通 好那這個辦得這麼好的一個活動 希望我們這個人事處這邊 我們會繼續把它辦下去 繼續維持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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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藝座好 處長好 那個我想早上有議會的同仁都在關心 有關續講的部分 你們警銷的這個續講部分就達到15萬人士 那我想請教一下 那現在警銷的這個原額編制大概多少 警銷的原額編制他目前警察局是4千多位 4千2百多位 然後消防局是1千1百多位 總共5千 將近5千多人 5千多人 所以一個人平均大概都 平均下來 30 30次 30次 我想這個部分 因為鼓勵續講 這也是鼓勵士氣的一種 對 一種方式 那麼我想續講也有很多形式 對 那這樣的一個15萬多次 我想這個必須要來檢討 那早上有幾位議員都有講到 我想不能太著重於在什麼樣的一個業務上面 尤其像警察的部分 那警察工作非常多 非常繁瑣 那我們假如說集中在酒駕取締的部分 當然取締不是一個政府應該有的這個目的 我想這也不是一個積極的這個作為 那我想在這個部分 我們是不是能夠在續講的部分 能夠跟警察局或消防局這邊 我們再來做一些這個協調 會 是不是來做一個調整一下 不要說真正這個 真正要辦的業務沒有辦好 那這個這個 一直拚命取締酒駕 或者取締這個某一個部分這樣的一個業務 我覺得這樣的部分實在有針對性 報告一座是這樣子 那個就是說我們一座講的都是說 取締酒駕是一定要的 但是不要在那個局會場所 等在那裡 然後等著人家出來 然後去跟蹤 去做這件事情就是比較不光彩 所以假如說 假如說警察單位著重於在那個部分 相對的這個取締 其他會影響到 對其他影響到嘛 包括這個企圖的部分啊 那社會我們整個社會安全網的建置 這個部分是非常的重要嘛 意做指教的沒錯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來做一個調整好不好 好 那我想再請教你一下 針對這個我們現在本府 及所屬的這個機關 到底原住民的這個同仁大概有多少位 我們如果有算過我們的原住民的同仁 一共是五百位左右 五百位左右 那現在整個市府 市府跟所屬機關 總共的原額編制有多少 總共的原額編制 如果是應該是三萬多人 三萬多人 那原住民工作權保障法制一趴嘛 所以我們已經到達這個禁用的標準 對對對 那如果再想請教你 如果 那我們自己桃園市 我們來這個弄一個我們原住民工作權保障的自治條例 我們規定在兩趴或者三趴 合不符合現在的這個法令 因為這個是原民局的業務 那當然 這不是原民局的業務 我們尊重原民局的他的一個政證 我只是想問你說符合 符不符合現在的法令 因為我也不是法務局 因為我是覺得說 當然如果說能夠給我們原住民同胞工作機會 那當然是很好 工作權我們大家互相來維繫 那這個部分 那其實五百多位其實他也不算多 那大多數都是約聘僱人員 那我想原住民不犯很多的很好的這個優秀的人才 那在公家經過公家單位可以網羅這些人才 我想這個部分你們來做一個 來來跟這個 我們都有在注意 而且是在 橫向的協調 是是是 包括這個原住民行政局的這個編制的部分 那我想原住民行政局他的工作非常繁瑣 不是單單只有原住民這個業務 包括這個 這個就業權 包括教育權 包括文化權 包括很多的這個 生技的這樣的一個發展 我想都跟各局處有關係 但是他的人員非常的少 那他的編制的部分 升格的時候特別給他加了一倍多 就是正式職員是加了二十位左右 然後還有業聘僱 各區有十二個業聘僱的也都有加 我想這個部分 因為在整個執行面上面 需要檢討我們就來檢討 升格之後現在已經一年多了 那在這一年多的當中 我們希望能夠拿出來再檢討 是不是符合現在的這樣的一個 時空環境的背景 好不好 謝謝 那謝謝你 好 請坐 謝謝 我想請問沈處長 是 郭爺好 你好 我看到你的工作報告裡面 就是說 在我們的這個 各處所屬的這個 機構辦理的部分 你送司法單位的部分 總共有六件是不是 是 這是指工程嗎 這五個月 這是指我們的所有的承辦工程嗎 不是 這包括一般 一般非法 或者是涉及有 可能涉及刑事責任的案件 這樣 那 這個行政書師的有實踐 對 那我想在這個 我們桃園市升格以後 我們的工程的這個 件量非常的龐大 是 那你們站在這個監督的單位 我想 那在這些能夠 你送司法單位 表示已經是有違規的 這個有 這不是工程的案件 是一般 譬如說我舉 前一陣子不是有一個 一個民間人士 冒充我們政府 市府的高官 然後詐騙廠商 照騙那個生意人 這算也是一個案件 那我想請問你 我聽說 這個我們盧竹區 有一件工程 是這個招標出去之後 廠商做到一半 可以終止合約 然後在剩餘的部分 再重新再招標 這樣是合乎規定嗎 有關這個案件 我們也是在調查中 也是還在密切的調查 我們了解 現在到什麼程度 事實上是在司法機關在偵查中 司法機關偵查中 那我想喔 這個我們的工程量這麼大 招標案件這麼多 如果說案件標一標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讓你罰款 中途我就不做了 那以後我們怎麼做事啊 是是 我想尤其是不良廠商 我們應該喔 更應該以後喔 違建都可以列管啊 不良廠商 更不應該讓他來參與我們的標案 目前師傅在相關的評選 對廠商的履歷也非常重視 公務局根據王副市長的指示 也有一套這個機制 建立廠商 可是我看過我們的標案 有些廠商喔 內容真的是 他承辦的 他的公司啦 裡面的組織結構啊 有些我覺得說 承辦一些大案件喔 實在是有限施養 可能他的能力很好 只是他的公司 他的這個業務項目 顯得比較簡簡單單 那我想喔 除了說 本身招標的工程單位 他們要監督 還有這個執行的責任以外 我們政風處喔 應該站在最高的角度喔 檢視所有的這些工程案件也好 或者說其他的招標案件喔 幫市府維護最清高的形象好不好 是會的 我想這一點喔 我要特別要求 因為我 那天聽到這個盧竹區還有工程是可以這樣做的 我自己都覺得很錯愕喔 而且又這麼大筆的工程 我想喔這個對地方影響也很大 是 現在這個請要多加注意喔 會會 好 好 那我們請那個 我們的人士 醫師好 因為改制直轄事後 我們市府開辦了很多的這個福利業務喔 那社會局的這個人力啊 是不是喔 這個 負荷過重 那我們市府喔 合給這個社會局多少援額啊 是不是能詳細講一下 謝謝這個醫作喔 因為市長蠻重視我們 市民的這個社會福利喔 所以我們也特別要把這個人力 讓他們能夠補得住 那我們有內部統計就是這兩次的一個升格喔 就是一個一次是準直轄市一個直轄市 我們有特別給社會局人力蠻多的喔 那這個人力大概就是我們有兩百多位 包括AA聘僱人員 那這個倍數就等於大概三四倍 那我們平均的增員只有不到 百分之就是0.6倍啦 他們是有到將近三點多倍 我的意思是說 社會局是我們優先重點的 給原額的機關 因為喔 我常常喔 常常去社會局喔 因為發覺喔 有很多喔 這個人力上面喔 好像這個分配不均啦 那這個原額的這個配置喔 我想這個 是 都有一個固定 固定的人數跟規定 但是問題是喔 他們所做的事情喔 他們的分配不均喔 我是希望說 處長 你要詳細的去瞭解一下 好 然後做一個報告給我 好 那我們的沈處長 沈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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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個在工作報告你還可以這樣子喔 因為剛剛是郭議員跟我 那我請問一下喔 那我請問一下喔 現在改制直轄事後喔 我們的那個採購的那個量增加喔 那我們要怎麼樣如何來落實喔 這個採購的招標作業品質啊 因為喔本期是不希望說喔 我們的 完全是按照採購法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喔 發覺喔有很多喔 太過於低標 他的那個品質啊 就會落差很大 是 那我是希望說 怎麼樣來去落實 讓他 讓他的那個品質喔 能夠同時的兼顧 那在這個 呃 收驗的這個狀況之下喔 能不能採取喔 這個嚴謹的方式 是 首先喔 最採購的部分 最重要就是採購人員要了解 採購法的相關的規定喔 我們這方面 跟 國務局採購科 都有 經常在辦採購的 相關的 專業的訓練的講席 而且要求 辦採購的人 一定要拿取 取得這個採購證照 這樣子對採購程序的喔 合法性才會比較能夠維持 第二個部分 我們就是業務的 採購案件的積合 我們在採購計合小組 在案件積合上 如果發現這個單位缺失多 尤其是紅燈級 所謂的紅燈級多的單位 我們會 喔 個別的找回來做輔導 然後 來 要求他在這個程序上要注意的 沒有 處長我是希望說喔 我們 因為我們喔 民意代表我們比較要求 是他的品質啊 是喔 你說那個喔 最採最低標 然後結果喔 那個做的喔 這個品質落差太大 有做跟沒有做一樣 那是浪費公堂啦 好不好 是 這個部分喔 麻煩喔 督促一下喔 陳政委員 謝謝主席 那個我們人事處長 是 藝座好 那個我們龜山區公所裡面 有一些那個公園 割草班的故宮 未來的前途咧 是因為藝座很關心啦 所以當時在改制的過程中 這些的同仁 我們都有把它 你簡單說 所以說未來他們怎樣 未來當然就是 我們要請那個相關機關先評估 就是向我們承接的單位 我給你一個良心的建議啦 是 我跟你講喔 那個割草班啊 那個公園故宮的存在 對於我們地方這個環境的整潔 幫助是非常大的 這個我是親身經歷的 我告訴你一個 以前我們縣政府在發包 我們這個縣管的道路上的安全島 或者路邊雜草的這個割除的這個工作 他們發包給那個外包產商啊 每一次啊 都是相公所已經幫他們弄好了之後 他們去照相 到縣政府去領錢 那時候我跟我們縣政府啊 反應了很多次 縣政府從來就沒有動作 我跟你講 他們來的時候 他們外包商來的時候 就把上面那個蕊啊 新啊那邊剪一剪 這樣就爆當了 那割草班的存在 你去看看我們歸山 那他們既然已經存在了 我希望 我希望 因為他們的成績不錯 我希望你們再給他們機會 而且 而且 每一樣事情都是用採這個外包的 這對我們不一定有好處 好不好 那另外 我們是政府升格之後 我們的科長級的主管啊 我跟你講 那個態度是很好 可是 他底下的基層的承辦人員 尤其是到外面跟議員會看的當中 他根本就沒有把議員放在眼裡 不應該啊 我跟你講 他們是在幹什麼的 都是在服務百姓的嘛 對不對 對 這一點你們要大大的 我們會跟研考一起努力 好不好 是 陳議員好 剛才我們有講到那個工程集合的問題 工程集合的問題 現在問題出在哪裡 現在大部分都把那個 那個設計監工都是委外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形 就是因為公務人員不敢承擔啊 萬一錯了的話 沒有事 可是 委外監工啊 我跟你講 往往就是 那個設計商跟 廠商在勾結嘛 這個很清楚的一個狀況 所以說這一點 我已經有跟公務局講過了 我也希望你政風出面去研議 看怎麼樣來改正這樣的一個缺點 另外 我在這裡要跟你 鄭重的跟你講 我跟你講 你們政風 這個單位啊 中央是屬誰 保護部 我跟你講 你們這個單位完全是在看 那個政治的風向 完全為政治在服務 我跟你講 你們不要黨同法裔 台灣現在人家在講 所謂的司法改革 轉型正義 我希望從你們政風這個單位 開始改起 是 我跟你講 我當鄉長的時候 我用公手的經費傳個簡訊 幾年之內 才傳幾十萬而已 人家別人當鄉長的時候 一篇報紙就四十萬 我要受調查 還有很多事情 我光選一個議員就五六個官司 這都是公所內部所為 都是你們政風所為 你們是在為政治服務 在為黨派服務 我希望從今而後 不要再有這種事情發生 不會這樣 要秉公辦 謝謝 市長 好 人事處 市長好 我想本期一直很關心 如何落實職務代理人制度 因為我們機關這麼大 龐大 各十三區的區公所 加上我們市府 那我是從基層跑行政案子出身的一個 這個帶領的這個地震室 所以對於我們一般老百姓的 這個面臨的一些問題啊 我非常瞭解 你知道一個老百姓 去找我們的承辦人員 一個窗口 找了三趟 三趟都說出胎會堪 這樣子你說這老百姓會再去嗎 就幹嚇啊 罵人啊 民怨 所以你在你的這個 職務代理制度裡面 我不知道你實質代理 你只是一個聽電話的代理 或者因為人事有時候要 公務員要去參加考試 或者是要上課 可能請假個十天半個月 一個月都有可能 你怎麼樣落實實質的代理 實質的代理就是說 我現在辦了業務 我有一個職務代理人 他也要相當的了解 我的職務是做些什麼的 或者你要請假 超過幾天以上 你要將你所有的工作 後面可能有誰會來 你要交給你的職務代理人 這樣子一個落實有沒有辦法做到 是 謝謝一座 剛才一座提到的都是重點 那當然做到 因為過去雖然不是做得很好 但是這個都是類為重點的督導項目 我們當然就是朝這個方向 加油啊 我們升格了 我們不能再走以前的路了 所以今天 我拜託一下我們署長 這個 職務代理的落實 代理人跟真正的職務人 一定他的職務一定要相同 要聯動 相互相互相熟 要聯動好嗎 這個再做一個報告給我 是好 我們審處長 審處長 我們採購稽茶業務啊 說實在剛剛你講了紅燈 紅燈級我們在104年9月到我們這個2月的稽查成果 查核有100件其中紅燈有34件 那個所屬其中裡面34件所屬各級學校有26件 其他的8件 為什麼學校的採購的業務紅燈會這麼多 你可以回答我 謝謝議員 就是因為學校的總務人員或採購人員 他的更替比較平凡 他們訓練的概念觀念還是說法令不足 那你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這個已經長年的一個問題 你要怎麼做 你有沒有積極的作為 學校很多同仁他不願意辦採購 所以常常更換 那你更換 做沒有多久之後就更換 是不是有一個處理的一個機制 那現在我們就變成用比較小眾的 跟公務局集合採購客 就會把這個紅燈級單位集合起來 做一個特別的講師 我想你也做了不管是這個經過了那麼多屆的首長 當處長 我拜託一下 政風市要拿出破例來 你們的本身的效率就要拿出來 讓這個破例拿出來才能夠讓我們各級機關 包括學校那個採購效率的跟品質可以提升 拜託一下好不好 這一個報告來給我們 我希望有一個機制 能夠讓他們 促使他們不會說 我想走就走 我放個爛攤子 我走就走 沒有任何的懲處 沒人怕 好不好 謝謝 那繼續就叫我們省處長 我們機關心力跟防閉業務裡面 我想請教一下 政風處辦理的這個評估機關 具有這個風紀孤立業務 實施業務機場等這些相關的一些預防工作 展現我們的預警功能 協助機關然後改善缺失 推動了五項的工作 包括評估風險業務實施專案集合 提升道路工程品質 保障市民用路安全 落實推動連政倫理規範 加強各項採購案件之間辦 及落實政風機構預防貪毒的預警功能 這個五項 那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在評估風險業務積極推動的 各項集合工作裡面 其中針對一項就是 桃園市國中國小的 這個營養午餐的這個 這個採購的這個實施專案集合 透過書面跟實地積查的一個方式 檢視有沒有符合我們的這個 操作的一個作業規範 跟異常的一個情勢 並提出一些具體的一些 側進的建議 那請教一下省處長 在104年度 我們總共積合了幾間學校 那又有幾間學校是透過我們的實地積合 那幾間學校積合之後 有發現有缺失 那有沒有再複查 請問一下105年度 是不是有繼續在辦理這樣的一個積合動作 跟譯作報告 我們在104年那時候是積查了50所 國中小營養午餐的有關的作業 那因為這個營養午餐 在前幾年新北市一些學校 發生了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特別重視 在它的採購的一些程序 跟它這個所謂的回饋項目 尤其現在在那個回饋項目上 很容易發生給這個學校的一些好處 所以我們發現了這些問題 當然在103年就有做過了 那時候因為剛發生的時候 那時候就有做過了 然後104年事實上是追蹤改善的情形的 這樣的狀況 那我們105年度 你預計要來集合多少學校 105年度 我們會再觀察這個後續 目前是還沒有定在追蹤的計畫 不過如果議員這樣提醒我 我們105年度 似乎還是不能再放鬆 還會再觀察 我們希望你們能夠持續 然後不定期的去抽查 確保我們孩子這個午餐的一個品質 跟整個作業流程的一個正常化 是 謝謝 那我再請教一下 我們的這個省局 那個郭處長 就是我們在推動員工協助方面 那我們現在有諮詢專線 那諮詢專線我們是由桃園市生命線協會的專業人員來接聽 委辦費用請問一下一年有多少錢 我們委辦的費用喔 如果是電話諮詢的是安月計費一個月一萬五 然後如果說有後續追蹤的那個部分是另外就是單件計費這樣子 我們人事處我們要共同來協助守護同仁的一個生理健康設置有員工的一個諮詢專線 提供不管是工作上生活上或是身心健康這三方面來做一些服務 那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我們這個專業人員也能被諮詢有關職場的人際組織管理跟職埃發展 他們這方面有沒有很專業 跟一桌報告 因為組織管理這個部分是我們今年度才比較就是強調的部分 那我們這個生命線協會他其實有許多的顧問 包含說法律啊然後理財啊或者是一些這個組織管理面 那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們就是會請這個專家學者來協助這樣子 這樣喔 那我們一直都其實很多的一些局促 大家在講說升格之後我們很多的人員還沒有完完全全到位 那造成工作上工作量的一個負擔 那我們是不是在這個年度裡面 針對各局處所缺的這個名額 我們有沒有比較積極的作為 是那個我們都鼓勵他們提供考試奉化的職缺 我們提供的比例都蠻高的 那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市長也有要求我們 要多從外面去找好的人才 那各局處也都努力的在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在人事的這個商調裡面我們發現是案件有比較多啦 不過還不夠我們還繼續要努力 就是一方面減輕他的工作負荷 第二方面就是要找到優秀的人 尤其是駐桃園的 您認為這些新新考試奉發人願意來桃園的機率 因為考試奉發他有缺他才有機會奉發 所以不提供職缺他就沒有機會奉發 所以我們的職缺越多 他奉發來的機率就越大 那所以我意思說這是我們提高的職缺比例很重要 那我們如果低估的我們自己就找不到人 那如果高估一點可以 因為有會有輪替 會有人員的流動啊 那這時候我們要帶新人 我覺得新人蠻好帶的啊 我們希望你們能夠了解一下各局處的一些業務 跟人員希望能夠儘速能夠補齊 好謝謝 謝謝邱議員 那先請教我們的我們的郭處長 市長我想先了解一下我們整個一個市府 整個桃園市對整個身心障礙人員的一個禁用的狀況 是謝謝一座一座關心 因為這個確實我們要保護弱勢族群 包括兩個面向一個就是我們身心障礙的同仁 一方面就是我們原住民族禁用 剛才林議員有特別提到 然後這個身心障礙確實我們列為優先的重點項目 我們每個月都會稽查 然後目前為止是都是主爾禁用 我們規定是要禁用多多800人左右 我們已經禁用到1000多人了 所以我們是朝這個方向一起去持續努力 不過我們會注意到一些不主爾的學校 因為人員有遇動 可能某些學校會突然來個這樣的一個不主 但是我們會跟他們做好聯繫關係 因為處長你剛剛提到學校 那學校他在禁用這些身心障礙人員的時候 是不是有種狀況是他們常常會把這樣的一個人員額 他會把他放在這樣的學校的警衛跟保全那邊這樣子 那是有可能 所以說我們現在很多人在關心這樣一個校園安全的問題的時候 那但是這些保全喔 可能是讓身心障礙的人士喔 所以難免有些家長或是一些人會憂慮說 那他們在應付這些面對這樣緊急的狀況 或是面對這些有攻擊性的一些歹徒的時候 他們應變能力如何 所以他們會擔心喔 所以我覺得是不是跟我們的教育局啊 相關單位協調一下 是不是說如何讓他們這樣子 或者是讓他們配備 可以應付這些緊急狀況的一些配備措施喔 或是這樣的比例是不是可以稍微調降一點點 好 我們建議教育局喔 對 一個面對他 能夠確實找到好的 我們這樣的警衛來能夠維護校園安全 對這樣的比例是不是可以用在其他的上面這樣子 那讓他們可以 我想因為大家我想很多家長小朋友擔心這樣校園安全的問題喔 所以我說未來這個部分請跟在教育局我們稍微共識一下 這樣如何去面對這樣的一個問題 好那另外剛剛也有提到說職務代理的那個制度喔 我想 確實我想在職務的交接或是彼此的溝通上要落實跟確實啦 因為我曾經也面對過一種狀況是我在會刊的時候 結果承辦人 我都已經到現場了 那等了老半天還是沒有人到現場 那打到局裡面去喔 結果發現也沒有人知道這個承辦人去哪裡了 那也沒有職務的交接 所以說 職務代理人之間喔 我想他們彼此之間的一個 要熟悉 熟悉彼此的狀況 形成 那職務的狀況都要清楚了解 那 其實不管是我們民意代表或是民眾 他們當早報等的時候 總是需要說有另外一個可以回應他現在的狀況如何 而不是我一定要等這個人回來 那我覺得這個礦日被遲啦 好不好 那請這個 一定我們會加強那個工作輪調 就是說請我們人事單位協助機關首長喔 做好這個工作教導跟職務的輪調 讓大家彼此熟悉業務也確實如同我們 我們自己也是市民嘛 我們去接受服務的時候發現 不熟那我們當然也會覺得難過 所以我們會加強這方面的工作謝謝 謝謝郭處長 那請一下我們的沈處長 是 宏也好 沈處長 其實很多議員提到說有關於我們現在在一個 市府的一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嘛 我簡單先請問一下我們的小組成員有哪些人啊 是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主要是由 外聘委員 53位組成 另外我們有一個內聘委員 37位 主要是由外聘委員 帶著 我們內聘委員 那另外我們工作人員有四位 就是約聘部的四位人員 那這些 這些委員大部分都是工程背景居多啊 外聘委員或內聘委員多具有工程專業背景 是 所以剛剛其實剛剛那個先議員就提到說 其實我們的查核項目大部分都是一些工程的進度 工程的品質 事實上真的我們常會看到一些狀況是 一些環境的影響 交通的狀況 那比如說像我前日遇到 那像龍岡路三段那個拓寬的問題 其實不用講 已經演好久了 那 另外像我前陣子遇到 一個公園旁邊一個排水 改善的工程 我看到現場我真的嚇一跳 那包括整個 塵土飛揚 水泥管都在旁邊 那旁邊又是公園 我們看到是 很多在公園運動的 那種朋友們 一邊運動一邊在吸廢土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未來的考 勞安位 也是在這個查核範圍 也是在這個範圍 在品質的範圍裡面 那就要落實下去喔 因為那個品質真的非常非常的差 所以說不是只有進度 不是只有施工品質而已 施工品質包括旁邊的環境 是有個改善 好不好 謝謝我們處長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黨團議員 那個郭處長 我們現在一共有多少公務人力 包括 約聘庫 我們如果整個市政府的總員額 包括夜聘庫 臨時人員 清潔隊員等等 一共是三萬六千多位 那個未婚的占多少 未婚喔 謝謝意做關心 我很注意這個我們公務士氣的安定 有沒有在舉辦一些未婚的聯誼 是有舉辦啦 促成的成效如何 因為這個就是要兩項情願啦 透過一次的機會是不夠啦 他們要後面要繼續能夠有機會 我想喔不管在公所方面 事務方面 我接獲這樣很多的請求啦 拜託啦 繼續努力 多做一些好事啦 另外 我們這個代理人制度很多議員都點出來了 我說有一些比較 攸關我們 市民權利的 還有事業單位的一個權利的 有些真的一個禮拜 承辦人 三四剛找不到 這點請注意一下好不好 我們在查請的時候 把職務代理的狀況 內入那個 一併了解的對象 還有我們現在聘用 跟月僱人員高達一千五百多個人 我想本來是一年一聘啦 我想慢慢也在 講求這個專業跟素質 但是在這個 續聘的部分 的時候 希望拜託 就是基於公平 客觀 不要留意說主管的一個喜好 我想好不容易 能恆鑿他有這個能力來服務我們的市民 再用了一年 他就把它 弄掉也不太 那只要落實考核啦 是 我們應該要公平客觀相對的 另外就是 對於這個約聘雇人員 尤其在委外的這個部分 跟市民之間 還有事業單位之間 這個態度 他的專業我們當然是 無可否認 但這個態度上 我想是不是來做一個 跟我們的 一些我們主管的機關 各局處 來做個 好的一個要求 謝謝那個一座我們跟研考會有 辦理這個類似的訓練 我們會加強辦理 我想 在人事的一個 監督上面 我想警政跟消防 他是屬於 自主性比較高 可能你們也沒有了解那麼多 在 尤其警察跟我們的 市民是關係最密切的 我們常常在講說警力方 結果很多人力 酒駕我們當然不反對 白天晚上 主要是集中在晚上 但是常常在抓這個 紅燈 沒有一兩段式的 還有用陷阱式的 這種盡量來避免 我是不曉得 你了不了解說我們的 警察局有沒有訂這個 所謂的業績 如果有業績的話 大家未抓而抓 你在講警力不足 一方面講警力不足 一方面 抓車沒辦法撥 也不想完全 虧翻 這是市民的 我是這樣陳述 來抓這些 我們又在跟警察局 談那個 學長的時候 把意見拿進來 白天的時候 因為夏天即將到了 有些勞工階層 膚色就比較黑 在曝曬之下 顯得又更黑 就被疑似酒駕 追到家裡去 追到他的工地去 結果沒有沒有喝酒 而且 他故事非常說 非常的不禮貌 我想這些勞工 朋友也是很辛苦 是不是說 拜託我們警察局這邊 也對這方面的要求 因為今天時間有限的關係 私底下我會常去拜訪 謝謝 謝謝 好謝謝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我們的政風 不好意思 因為你們現在有那個 施工查核小組 我現在想要了解 在你們那個查核的案件當中 包括我們的大溪 現在水務局有在做那個 霧水下水道工程 你們有沒有去查核過 去年 沒關係 會後提出書面給我好不好 就你們到目前為止 去查核的件數多少 不合格率多少 因為我真的非常好奇 我兩三天都接到民眾抱怨 就是說他的施工品質 非常非常的差 那我也不曉得說 你們到底 你們的施工查核的部分 到底有沒有 去年有去查過一次 我想要對照一下 會後提一下書面給我 可不可以 好 請坐 還有那個 處長 陳氏處長 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 不知道你了不了解 目前來講 我們台北市政府有在推出那個超時人員的一個關懷方案的這個部分 你們有了解過嗎 有 因為說實在的 因為現在目前升格了 那升格以後 因為我們目前很多的一些科士 那個人士的部分都缺額 在缺額的狀況當中 就變成說我們的市府員工 都要那個就是工作量激增 然後就會說他們都常常超時 那這個針對這個部分呢 那因為我們隔壁就是我們台北市有出那個有推出一個超時人員的一個關懷 關懷方案 那不曉得說我們人士術未來會不會朝向這個方面 因為針對那個超時的部分員工說實在他們也是很辛苦 因為在我們的員額還沒有補足之前 我覺得這個方案其實也是值得來 拿來做參考 你認為呢 是 因為市長在市政會議有請各局處 就是要用工作流程的簡化 作業資訊化等方式 減少同等不必要的加班 這我們會協助各局處來進行 那另外我們有 統計去年的整個 我想不會有人做不必要的加班 誰都希望提早再次下班 但是我們現在是減輕他工作負荷 就是盡量補足人 當然我們希望原額要補足 也是在這個中間的一個 也是做說我們多了解 業務負荷比較嚴重的局處 我們針對他們來特別 跟他們做專案的處理 來協助他們 好 那我這邊還是呼籲一下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 各科是說實在 因為升格後 各科是目前來講都缺額 那目前來講 有沒有一個科是員額是都到位 那我是希望說 員額補足的部分 能夠盡量多多多爭取 謝謝一座 然後那針對那個考核的部分 我希望說能夠放寬重優 因為在中間來講 很多的那個員工 說實在他們的 也沒有說 就是有些是責任制 希望他們會做一些加班的一些付出 那部分我們可以講的 那接下來 有李柏房議員 周鈺勤議員 李淑貞議員 陳茵議員 習其萬議員 陳莉莉議員 梁維超議員 葉明葉議員 吳春芳議員 共用45分鐘 那劉宇柏房議員 謝謝主席 王副市長 以及我們兩位處長 我先就叫你這個 鄭峰處處長 是 林議員好 處長 我想 您也是住大溪 天天應該都有經過介受路 那你認為介受路目前的一個 從大溪到桃園的狀態如何 因為我原則都走那個高速公路 然後如果走平面我都走那個 永豐高中前面那條路回來 是 那個 我想這樣子 就是說 介受路從大溪到桃園這一段 我想最近一直有一些道路工程的一個施工 那麼 施工之後呢 經過他們回鋪之後 那個整個道路不平整 那也造成這個 所有用路人的一個抱怨 那這個問題已經是 一段相當的時間 那這裡面凸顯了兩個問題 第二問題就是說 在我們這個 這個施工的工程品質的部分 是不是有確實的一個 去監控 第二個 管挖單位或管用單位 是不是有去協調 否則 如果說 我們經常性的造成這個 去 挖挖補補 那麼給市民一個非常非常不好的一個 形象 不好的觀感 那也讓他們覺得說是 一個浪費公帑 或者是因為 這個路面的一個問題 認為是我們監控 這個品質的監控不實 所以這些問題 都是 這個民眾所 所認為說 這是政府行政的問題 所以是希望就是說 這個省處長能夠跟 我們所有的公務單位 做一個密切的聯繫 來瞭解真正問題所在 是 謝謝請坐 好 那我先就在 就在 我們原事處 處長 為了提升我們的工作效率 那 對於我們市政府的所有員工 我想剛才很多議員都已經提到了 這個我們很多的員工 包含了一些業聘人 他們的工作量 因為我們所有的這個 升格之後 人事的補足 人事並未補足 但是工作 是一天比一天更多 所以對這些員工的工作壓力 到底我們有什麼樣 比較好的機制 來解決他們工作壓力的問題 您能不能說明一下 謝謝一座 我們就是在員工協助方案 來努力 包括剛才 幾位 議員提到的 就是我們有 生命線 專線 然後有很多的 專家顧問的 諮詢 在法律工作 或者是 職雅生活上面 那當然 除了這個之外 最重要還是要把人補足 因為補足的話 那個量才能夠降下來 那那個量也不要說 就是因為 機關首長跟單位主管的領導風格 造成那個可能 他不太會去做一個 指導 然後造成大家無所事從 其實很多面向 我覺得 很多面向是大家一起努力的 那人事處人做的就是說 在人的量的補充 第一個是這個地方 我們要努力 第二個是值的提升 第三個就是我們要推一些 關懷的方案包括員工協助方案 讓他更有內容 讓他更能夠讓 讓我們的同仁有感 好 那有關於這個員工協助方案的部分 我想目前比較重要 就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有關於我們有很多員工 都屬於是 是一個 擔心的一個 一個 家庭 那麼 有關於他們小朋友的 脫庫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有其他的 一個策略 是 因為我們有跟 一些 民間的這個 就是幼兒園 或者是我們 公立的幼兒園 有做一些優惠的補助 那我們有發現有 幾百位的同仁是有 經過這個管道 但是因為 畢竟我們同仁是很辛苦的 不是只有白天的 脫育問題 因為他晚上加班 可能他放心不下 因為那時候幼兒園 或者是 大概 那個都已經 都已經關門了 他們沒有去處 所以我們也要為這個 加班同仁來 設想看看 有沒有可能找到 適合的場地 能夠讓他們可以 能夠在這個加班的時候 比較安心 知道他的小孩 是在我們的這個 政府的機關產地裡面 受到 比較好的保護 好 處長我想 有一個 這個老闆 好好的去照顧員工 讓員工 無後顧之憂 員工才可以放心 去工作 讓這樣的一個基本的原則跟精神 一定要能夠確實 落實 才能夠提升我們 桃園市的一個工作效率 好不好 好 謝謝請坐 好我現在請問 鄭峰處長 是 鄭英偉好 處長 我看你這個第五頁的資料 上面 有寫的 這個我們這個 鄭峰單位對這工程查核 也蠻認真的 但是我看你這邊呢 只有寫這個 遊覽車 呃 乘覽商 好不是遊覽車 是 那個工程部分的 乘覽商 還有監造單位 你們這邊有29家 對於他們呢 這個工程的做一個查核 那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說 你這邊只有寫 違約金 對於這個承攬商 還有監造單位 有做一個扣款動作 那這個監造單位 我想問你 大概是哪幾個 才叫監造單位 一般監造單位 都是和設計單位 同一家 設計監造 是不是 建築師啊 設計師啊 包括建築師或顧問公司 還有祭司他 是不是這樣 那承攬商就是承攬商 營造商 那公家單位 有沒有監督之責 一般公家單位 他是業主 就是 你說我們公家單位 是業主 他們來標工程 我們是業主 可是我們公家單位 也有監督單位 也有 公務客都有監督人員 不是嗎 在三級品館裡面 是業主 自己也要做好 這個品質的 所以我要知道 是說你對這個承攬商 跟監造單位 有做這樣的一個罰款 但是我們公家單位 也有人負責監督 是不是監督 有沒有處罰呢 那就是在於說 有沒有就好了嘛 因為我看新聞沒寫半個字啊 你這樣講的話 公家單位 都沒有監督的責任 沒有壓力 那都沒有懲處 誰跟你認真告啊 基本上如果是有工程 嚴重的延誤 或品質有很嚴重的 而我們的就是工程主辦機關有承辦人嘛 那公地的承辦人會追究他的行政政務 應該要這樣子才公平啦 不然每個人都送紅包 他都不講話 你們又睜之眼閉之眼 這種太不應該了 那你是不是可以把那個 這個承攬商 你們有講哪些承攬商 你可不可以把這個拿幾家資料給我 好不好 另外一個是道路工程 剛才那個議員有提到 很多道路現在大家都 都在私作 我們知道 可是人家國外我們也去走過 人家工程照樣的私作啊 這個鋪的路呢 這個這個這個 工程完工以後的這個馬路 還是鋪得非常的平 可是我們這邊 我這邊是靠近永安路 這永安路 很多人反應真的很不好 那當然這個不是就我們公家 我們這樣的一個 縣政府的公家工程 還有其他的工程來做 可是回田不好 這個也要驗收對不對 是 驗收的話不行 的確是歧視受傷了 誰負責 公家單位要負責 還是那個 廠商負責 一般 驗收的人 總是公家去驗收嘛 驗收的人要不要負責 如果是 坑洞路面造成 而造成 現在很多坑洞 所以說我一在想 你們公家單位 這個是不是國家賠償 人家提出來 你們才會重視 這點是很嚴重的 另外就是說 這個南山路在私座 要埋設 紅綠燈的 買館的時候 才發現說 打開了那個 安全島 發現底下 竟然出現個洞 根本 那個紅綠燈 沒辦法安 這個 坐上去 說這個是很奇怪的事情 然後 本來是一個工程 單位在做就好 需要聯絡好幾個單位 來共同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想說這個呢 不要就變成說 又顯示出說 這工程在私座的時候 安全島蓋上去 什麼都看不到 可是今天如果真的要做另外一個工程 毛病就出來了 所以這一點 當時在基地 沒有做好這個 填石 沒有錯 沒有錯 我不想用不好聽的形容詞 但是公所也有這個 我們的這個 政風人員 做啥去啦 我們會要求加強監督 督促 另外 那個我想再請問一下 那個我們那個社會 社會局 他這個呢 在這個 104年的6月 他這個有這個 市長嘛 這個生育補助啦 或育兒津貼啦 通通都 讓大家都享受到 婦女的照顧 對不對 可是我昨天 在一個活動裡面 我問大家 我說哎呀 我們婦女生育胎 補助多少 他說 三萬塊 那如果這一胎是兩個小孩子補助多少 六萬塊 他們有人領六萬塊 然後這上面寫的是 生雙胞胎一個要補助三萬五千塊 那他生兩個要領七萬 那另外一萬跑去哪裡 這個資料就在這裡 好不好 你們先去瞭解一下 讓我知道 答案到底是什麼 可不可以 謝謝 那個人事處 組長我想請問你 剛才很多議員都提到 這個 有很多的 這個約聘庫 可能人力上 這個在各單位 都有 有些險些 不足的地方 對不對 那也談到這個 職務代理人 我想職務代理人 很重要 如果承辦人員不在 你找這個職務代理人 你一定要找這個 跟業務相關 他了解業務的 是不是應該這樣 對 那你不應該說 找一個就是接電話 問他 打電話 一問三不知 問他 這個 業務該怎麼辦 他還不知道 那個 那個承辦人不在 那還是等於 那你這個職務代理人 還是等於 白白的放在那邊嘛 那只 只不過是個充數 這樣子就沒有落實 那難怪 你桃園 桃園生個 人家 去 這個 案件要服務的時候 找了兩次三次 這個 這個承辦人員 不是排休 就是 就是不在位置上 那我想這個部分 我也要請副長這邊 特別特別的來落實 來做一個 查勤的動作 那尤其職務代理人 非常的重要 不要 只是 這個壓制充數 有時候甚至於找個替代役 他們接電話 問他業務 一問三不知 這非常非常的嚴重 好不好 署長我想這邊 能夠 我們要盡力來 好不好 來做一個 做一個改進 好不好 我想這點很重要 對於我們升格 不要讓人家一個負面 你升格 有什麼路容 人家 人家 人家是坐的 舊不知道 結果工作都做不去 這樣 謝謝 那 那個沈處長 是 我想請問你 在採購法裡面 採購法裡面 如果旅約保證金沒有繳的話 那這個 那這個契約還存在嗎 如果旅約保證金沒有繳 那他沒有完成契約的這個 這個要項 就不能夠繼續嘛 對不對 我想 2016年 登輝在桃園 那 這個 也非常亮麗的落幕 但是其中呢 有一些些的疏失 比如說 之前吵得 沸沸揚揚 這 攤位的 這個 這個 發包 攤位的這個發包 那 好像 裡面有什麼 旅約保證金沒有繳 那到底是 業務的疏失 還是 還是賭職 還是 圖利他人 我想 既然有這些問題 存在 我想說這個 處長這邊 是不是 要去查清楚 說明白 也讓大眾知道 這個 一個燈會要辦的好事 非常不容易 不要因為一些 誤會 讓人家去誤解 那真的有這個 這個真的是 旅約保證金沒有繳 有這些 疏失的話 業務疏失的話 我想 我們絕對不是 唱隨桃園 每個人都是很愛桃園的 那如果有這個 業務上的疏失 有這個 有這個土地他人 或賭職的這個嫌疑 我想正峰是不是應該付起承認 來 來查一下 稍微 一做報告 他的旅約保證金30萬是有繳的 他是那個 攤商的租金 要繳到那個 市府的專戶 貸款 那叫貸款金 他只繳了32萬 那這個部分貸款金沒有繳 可以嗎 貸款金沒繳 就是說 當時他有依合約 就是說你完成這個攤位的建制 他可以領回多少 50% 然後達成多少 那是有一種 保障這個合約執行的一個 所謂的風險 可以 那因為他這個 就沒有照那個 照這個合約走 對 今天如果沒有照這個合約來走的話 到底 那到底是屬於業務疏失 還是 基本上廠商已經違約了 這是違約 所以你要說清楚 該懲處的要做懲處 對不對 也讓大眾來明瞭 我想說 我們的新的 新的團隊上來 這個 大家都希望說 能夠 看到桃園 是越來越好 不是 不是越來越走下坡 我想這一點 我想 你應該 把用書面 或是 大家說清楚一點 讓大家來了解一下 好不好 有錯 我們就要去糾正 好不好 好謝謝 謝謝 請教 任氏 是 一座航 處長 我們改制直轄市以後 市政府可以運用的 編制人員有多少 我們 總共的編制員員是 6063人 6000多人 然後 經用的是 增加是861 861人 861 現在都補足了嗎 沒有 都沒有 那可以向中央爭取嗎 很難 因為中央知道說 民眾的觀感 希望我們用比較少的成本 做比較好的 有效益的服務 所以這個部分 給了員額的有限 會 以後會越來越嚴 因為一般人對於 公務人員 他覺得很輕鬆 對不對 我看現在的公務人員 不輕鬆 每個人都要加班 加很晚 這是因為一種工作的提升 為什麼 因為時空環境改變 變化得太快 不像以前 所以現在我們要加強教育訓練 加強教育 尤其是我們揚梅區公所 我們公務客 他們人員真的很少 我們的服務員也廣闊 和中立 平鎮巴德 互相上下 人員可以增加嗎 因為我們有了解 就是說 在升格改制的過程中 區公所的預算是少了 百分之六十三 然後人員也是 先進 將當義百分之六十三 就說差不多啦 那以後我們會針對 有些比較有業務負擔 重的我們會做 銀耳評鑑 會去了解實際的狀況 希望能夠比照 是 巴德拉 中立平鎮之類的 是 加個一兩個人員 給我們也好 不要讓他們工作負擔 真的是 超時 我們會關心會了解 多幫忙一下 這個對我們市民的服務也好 他們會堪很多啊 就是那幾個人在排 我覺得他們 每天在跑那個行程 謝謝一直關心 對 謝謝關心同的 對我也看到我們 人事處的一個工作報告 我們常常說 要組織功能健全 人力運用要精實 人員數值要提升 同仁士氣要高昂 為我們的策略目標 對不對 那這個目標我們達到了嗎 因為我們是持續進行中 我們會盡量往這個方向來做 因為還有一些主客觀的條件 不過這是我們 400位 人事同仁一起努力的目標啦 就是協助機關首長跟單位主管 做好這四方面的努力 把整個市政的建設品質都提上來 其實你身為處長 你應該很多方面 可以和我們市長來建議 有有 市長自治會議他都會聽取 各級處所長的意見 去年5月我也為了 健全市府組織 提高公務人員士氣考量 曾經也質詢過一個議題 就是我們桃園升格前 我們縣政府的時代呢 派很多人去參加 公務人員的檢任官的訓練 為什麼 因為那個他的權益啦 就是說我們現在是 健任生檢任一定要經過 升官等訓練或是考試 因為這是他的身體管道 他們已經經過這些檢任訓練的 公務人員 我想他們也很辛苦 對不對 應該是去一年 要一年的時間吧 我們會都定期提供這個 及格名單給我們 市長作為用人參考 有提供 有提供 可是呢 我知道呢 絕大部分沒有分發到 要檢任直接 沒有分發到 這可以提升我們 同仁士氣的一個高昂嗎 我們有 統計過 三位裡面已經有兩位 都 得到升遷機會 因為我們升格 我們有一些 職務是升遷的啦 但有三分之一還沒有 要等機會 希望能做盡快好不好 是是 因為我覺得 市政府 這個公務人員養成福利 這些有受過訓練的 應該要給他到位 是 要都是用 我們會定期提供啦 如果說有需要 有檢證職務用的 我們都是內部 先考量 真的 我們這個 這個 人事的制度啊 這個組織健全 真的是很重要 不要說 哎呀 基要人員來任用的話 以為是市長的酬佣 我覺得這也是 不大好的 被別人 講來 也是不大好聽的 希望我們處長 都能夠把關 好不好 請問政鋒 是 作業 謝謝 有長下鄉到楊梅 那我 我請教一個 就是說 我們假設一個學校 我們旅約保證金繳了 這個工程要做了 做了以後呢 結果市長一句話說 這個 這個教室就是 我看是前年吧 才花了一千多萬拉皮 去年也做了一百多萬的廁所 那今年也有簽個約 就是說也要改 改善廁所 然後呢 市長說這個 樓可能就 不好了 要改掉 要要重建 為什麼剛拉皮的就要重建 可以嗎 這裡面如果合約簽了 因為政策的需要 而做調整 有所謂的 變更契約 就變更契約 允許的那就沒關係啦 可是呢 你只退給人家 履約保證金 那其他什麼利息啦 人家材料叫到 這個都沒有好 好好 那個 那個 承包商都沒有 投訴無門啦 他要 汗水藥啊 這個可以請求 履約爭議 調解 履約爭議的調解 工程會 到您這邊嗎 工程會 工程會 到台北喔 副市長講一下好了 我覺得有問題吧 趕快 申請調解 工程調解 就履約過程裡面 那過去是到中央 那個工程會 7月1號以後 我們自己會成立一個 工程申訴的省議委會 自己這邊辦 你會比較快 可是一般廠商 也不曉得啦 那我不懂了 我再去請教 副市長 你這個事人我來幫忙 看什麼處理 不應該這樣子 對 就廠商受到委屈 不過我們必須要公平對待 他覺得這棟大樓 剛拉皮拉完 這個真的是浪費工糖 可是 既然處長說OK的話 我們沒關係 可是你至少要補償人家 對不對 這個案子 你跟我講一下 換個學校就說 兩手一攤說我們沒錢 不應該這樣子 不能這樣 再請教處長 那我們前一陣子媒體不是有在報導 說公務人員就是欺負另外一個女生 對不對 是 那我們 這封處對這個 性別 性別平等 這個有什麼看法 當然職場發生這個事情是很非常令人遺憾 一個公務機關還發生這種狀況 那 我們 除了這個對 本事件的受害人要加強給予福島諮商 免得受到二次傷害 其次就是對這個行為人 責任的追究 這封最重要的 也要就是我們市府 還有公所裡面 我們要 怎樣 要有一些申訴的管道 不要他們都沒有申訴的管道 只好到地檢主去申告 不是嗎 這個時間 希望有一個申訴的管道好不好 是 好謝謝 處長 一座好 我請問一下 我看了我們的工作報告 在104年的9月到105年的2月 有六個機關學校 因人員的退離 組織的一個修邊 移撥等原因 導致有未補足的一個地方 公務人員這個缺 是有非常非常多人要進去的 那為什麼會有補不足 其實 是不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太短的關係 是不是這樣 沒錯 一座講的沒錯 就是因為時間 突然他離開 或者是說 我們沒有注意到 因為其實 業務一波要注意到 其實 這個你們 你們人事方面 你們就要去了解 對 那據我所知 這個學校工作 是很好的工作啊 為什麼沒有人進去呢 聽說只有六個月的時間 不能加強嗎 不能給他一年兩年的時間嗎 為什麼只有六個月 因為他可能在年度中 年度中的話 到了年底 只有六個月 如果說一年一聘的話 就是一整年 是啊 所以說我覺得這人事方面 你們要加強 那這麼好的一個工作 尤其在學校 很好啊 有寒假暑假 然後 工作也非常的輕鬆 為什麼會人員補足不齊 其實這個原因 因為不是補不齊 因為他這個人可能剛好退休 或者是他調到其他機關 然後他原來本來是足耳的 變成不足耳 所以我希望你們這個要去 檢討一下 時間能夠可以允許的話 就讓他們長期在那邊坐 品性操守好 就讓他長期坐就好了嘛 為什麼 等他六個月熟了之後 又要換人 我覺得這個應該有檢討的空間 我們會跟教育局這邊來反應 因為是學校的問題 身心障礙的朋友 那我們人事是 有沒有 比例上有沒有讓這些身心障礙的朋友 有什麼管道 讓他們來公家機關 上班 小孩子要把他處理好 不要讓他 這個小孩子一個月 接受我們政府的補助一個月 好像八千塊錢 八千塊扣掉五千塊的房租 剩三千塊錢 要養活他 又要照顧這個智障的小孩子 我覺得這個社會的偏遠人 真的是非常辛苦 這個可能就是我們社會局 勞動局要好好的提供這個救援機會 然後我也請了我們 勞動局去幫他找了一個工作 這麼久的時間 還是沒有辦法 我覺得這身心障礙的朋友 其實 我們人事是 應該要 讓這些 真的特殊的人員 要給他一個工作機會 要讓他釣魚不是給他吃魚 如果只有個案的話 我們都會很樂意把他個案的需求 給各級處知道 但是很久的一段時間 還是沒有辦法安插 一份工作讓他做 我覺得他身心障礙 但是 給他一個工作 讓他 自己養活自己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好不好 是不是 處長 還有 我們那個 鄭峰處長 是不是我們 有辦理一個 食安的廉政 會統積查 是 我覺得食安是很重要的 你們有沒有早期 在那個 前朝的時候 他們有 有做了一個 等於說 在這邊工作的人 檢舉的話 有獎金 那你們目前 有沒有做這種工作 那個獎金主要是由 衛生局 他的業務執掌 現在有嗎 是不是有 那比例上 多不多 檢舉人多不多 這個部分 因為是衛生局主管 我們 鄭峰沒有去管 對 那你鄭峰你不是有一個 什麼廉政會同一個 機場相處嗎 那是對於說 如果他去查 接到一些 案子多不多 查到的案子多不多 有一些案子 不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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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沒有認真 我告訴你 很多 真的食安問題 我覺得還是要加強 加強宣導 是 實安真的有受 影響到我們的健康問題 是非常的重要 好不好 希望處長您用點心 謝謝 謝謝 我們 請教我們 沈處長 是 鄭峰處呢 是在我們這個 政府機關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檔位 在整體的我們所有的公務人員的操守 但是也是 黨都是你們必須要去掌握的 不可能說一個螺絲鬆動 影響到整個 市政府的一個團隊 是 那在這樣的下 你們在 去年 整年度 104年 你們主動 發掘不法的 有多少案 有多少案例 是 基本上 我們主動發掘的 有 12件 當然有些案件 是一般 一般非法 不是貪賭的案子 當然 我們政府機關 當然不是一定是貪圖 但非法的 也是你們要查去的 也是你們要查 希望說 在整體的 我們所有的公務人員的這個操守當中 是影響到我們一個整個施政團隊 是 那這樣子 希望在這個方面 你要把關 不要說 因為 這是一個切施 影響到整體的一個團隊的 大家共同努力付出的一個成果 是 希望好好 要去把關一下 另外你們在工程 施工查核 施工查核的這個 這個區塊 我希望你們是真正的去落實去做到 現在很多民眾反應 道路施工的品質 不好 就是品質不差 就是不這個不良 而且呢 他道路呢 在柏油在鋪射過程當中 他有時候大路比較寬 他必須鋪了一遍 另外再要在銜接 在銜接處呢 銜接處 就會產生 就是一個裂縫出來 那如果說 這個優良的廠商呢 他在施工的過程當中 他會把這個 銜接縫 處理得非常的好 但是不良的廠商呢 銜接縫呢 出現了 就是劣勢 你的使用道路使用 五到半年 就劣勢一條 裂縫出來了 就是坑洞就出來了 像這樣呢 你要在集合過程當中 我也希望說 你們也是列入重點 因為道路剛鋪了 民眾反應出來了 剛鋪了不到半年 開始了 整個坑洞出來了 這對我們的 施工品質 你們要求的 也要落實一點 好不好 我們現在工程查核 道路已經 提升那個查核比例 占三分之一強 三分之一強 但是還是 有這樣的事實 民間就有這樣的反應 那我們也去看過啦 在這個區塊上 你自己要去多用心一點 好謝謝 請教我們郭主長 那整個人事啊 在 尤其 我們學校的 工友這個區塊呢 很多的工友是非常的優秀 他可以幫助 學校 幫助校長 解決很多的一些問題 這次真的是 非常的棒 但是呢 也有一些我們的工友呢 他靠著 他後面良好的人際關係 人家說就是 肉股災 後台硬 他在學校的表現呢 他就非常的糟糕 非常糟糕 他也不會聽校長的話 家長呢 遇到問題的時候 碰到像工友給他們的出難題的時候 反應給校長 校長只有苦笑 他沒有辦法去處理 因為 他這個工友的 後台很硬 他動不了 像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是不是 你們也要應該 好好的做一個 要管束 要給工友呢 再真的要 要整個 要為整個 我們學校來幫忙也好 在政府機關幫忙也好 不要 本一的 他靠著他的後台硬啊 他有人撐啊 他就這樣呢 為所欲為 他也不好啊 是不是這樣 那這個在你們在這個整個 在管理的 這個這個區塊上 你們是要非常的用心 再加強 另外 在剛才談到大家都 非常意義很多的關心 就是落實呢 啊這個職務代理人這個職務工作 因為很多的鄉親很多的百姓民眾呢 他為了下工 他為了接下 他請假 他請假好或是他好不容易 排到有一個假期 他要去辦公了 結果呢 大家去辦公了 職務代理人 他業務不熟 他整個講到我們的這個承辦的 他今天休假 或是出差了 另外他不熟的話 今天他請假來這邊辦了 結果呢 他又要白跑一趟 這對民眾是關港非常不好 所以我是建議 你要落實 我們的這個代理人制度 還有內申我們所有的人員呢 我們應該調動還是以內申為主 給我們的這個公務員員 給他們肯定 不要全部都用外調 內申為主 好謝謝 區域就叫我們郭處長 郭處長目前我們整個市政府的不管 正式人員部分 都補足了嗎 還沒有完全補足 大概有缺遠 百分之十二 就是一個機關的預算員額 我們大概還有百分之十二的空間 十二大概是多少人 我們有算過有大概 這時候警察消亡不算 我們大概八百多位啦 那人數的數量很高耶 那是不是 預計大概什麼時間 可以把這些正式人員補足 因為我們有申請考試風發 那也有公開職缺 招考其他 機關學校的 公教人員進來 所以說我們當然 我想應該很多人想要進來啦 我想程序 速度給他快一點 但是我們凝缺污染 像我們人事處 如果說面試的 對象 他的表現不是很好 我們打聽過也不是很好 我們凝缺污染 這是少數 少數狀況 因為病故人員目前有缺額嗎 病故人員還是有缺額 缺額的數量大概在百分比多少 他大概只有百分之10%左右而已 因為他有一些 可能考上高普考他風發了 所以目前整個約聘雇還是屬於不足的狀態嗎 對不對 沒有完全補足 那處長你覺得 約聘雇的甲等乙等 是怎麼去判定 病等 我們有一個就是考額的機制 他就是用工作 是佔了百分之五 品德是佔百分之二十五 拆請是佔百分之二十五 但原則上 你那個原則上最後還是由科長去決定嘛 對不對 不是 他應該是機關所長要決定 科長先決定之後 再送到機關所長去核定嘛 對不對 是這樣子嘛 是這樣子 那如果把他打成乙等 是需要均過怎樣的程序 如果打乙等的話 要經過三次的那個平時考核紀錄 然後面談完之後再決定打 甲乙丙嘛 對不對 那如果 前面程序都沒有做 直接打乙等這樣可以嗎 除非他剛進來沒有平時考核 沒有沒有剛進來 進來很多年 要經過平時考核的紀錄 那如果沒有這樣直接打一等可不可以 當然要補證啊 公務人員來講這個就是要補證程序 原則上是不行嘛對不對 對要補證程序 去年有一個案子 在社會局 他就無緣無故就被打了一等 那今年呢 到了今年4月7號 他就離職了 署長知道為什麼嗎 如果是他自願離職那是一回事啦 去年他就莫名其妙被打成一等 那次後才補證做個約台的動作 你覺得這樣的方式可以嗎 因為一等一次是不夠的 要連續兩名一等 你覺得這樣的方式可以嗎 那就看機關 今年又有一個案子 在金發局 也是一樣 本來金發局要把它打成 本來是送假等 後來府高層不同意 又把它要改成一等 那後來是一等還假等 我有問過 應該是假等 後來是假等 但第一次你告訴我是一等對不對 因為我們當時也是聽金發局 那為什麼一等又變成假等了呢 好奇怪 因為是金發局告訴我們的 那你知道這兩個人的背後的 關心的原因是什麼 你知道嗎 這兩個人都擔任過 吳智陽縣長的行程秘書 都是女孩子小女生 處長 講真的啦 鄭市長 升格之瞎是應該有大的格局啦 對於前朝的一個秘書在沒有犯錯的一個狀態之下 一個把人家趕走 另外一個要逼人家走 你覺得這樣是一個好的方式嗎 因為我們的人事 考核機制是有建議起來嘛 就看這個社會局 就那麼巧 兩個都是 擔任過吳智陽的行程秘書 因為實際的狀況 要問社會局 跟計劃 你覺得這樣的方式好嗎 你覺得欺負小女生 是你們市政府該有的作為嗎 我想不必 針對個人的那個條件去想 應該叫公正 事實上原則就是這樣子啊 我了解過啦 事實上就是如此啊 一個被人逼走啦 一個你們準備要逼走啊 後來去了解完之後 你們才不做這樣的動作嘛 你覺得這樣是好的嗎 這樣的行為是好的嗎 一個這麼大的一個市政府 一個直轄市的 首長對於這樣的小女生 用這樣的形態對待他們 你覺得這樣是對的嗎 我是不是這樣細節上怎麼樣 我不太清楚 我是不是去了解一下 你們秘書長很清楚啊 對對 我打電話給他 他給我裝不知道啊 你們金發局局長 我打電話給他 孩子給我裝不知道啊 你覺得這樣的方式好嗎 金發局局長 有沒有回答你的那個 他沒有回答我啊 他到底現在沒有回答我啊 我去了解一下 到底怎麼回事 講真的啦 怎樣做齁 我真的 第一個打甲乙餅 只要做不好 我都沒有意見 但是要依法來做 不要有政治的操作 不要去欺負人家小女孩子 這樣子 這樣我對你們真的很 很看不起 好不好 謝謝 郭處長 你很熟悉 而且你一直在我們原住民工作權保障 你很用心 我再請教一下 因為升格了 那您在這邊報告書上面有寫 非原住民地區各機關學校 還有 禁用的 27人 這之類的 你講各機關學校是包括我們各 各 學校以及 事工所以及其他的機關嗎 學部事工 謝謝依座關心 我們原住民同胞 對他禁用的比例是1% 那我們全市的所有各機關學校所有的人員有多少 是 報告一座 因為他講的這個比例是講的是約雇五類的人員 就是說他是針對那種約雇 或是機工工友 或者是 像 OK 那這樣我了解 他是這樣的定義 OK 好那下次寫清楚一下 是我們會感應 那再來 那1%的這個部分 除了約雇工人員 其他 就是說 就是 比如說他的列別呢 他在 這個定義 1%的工作列別有哪些 列別是不是 我們讓 原住民族同仁同胞他們所工作的項目 不會特別去受限他 像我們也有積極鼓勵各個機關 積極提列那個原住民特考來 分發原住民的同仁 那另外當然還有約聘雇 機工工友跟 駕駛都有可能是原住民身份 好我比較不熟悉是在各區 除了復興鄉12區 如果有資料的話 書面來 交給我號 我們提供 提供那個有 有這個禁用 這樣一規定禁用的機關 好你就把一些 比較細的 資料在 書面給我 大家請教一下 我們常常會聽到 除了原住民地區的 區公所 我們一些鄉親 他去 辦一些 事情 或者是 辦一些 低收入戶 諸如此類的 好像沒有一次 能夠就一次OK 總是會去了之後 一定會再來找我們幫忙 那我覺得那都是稀鬆平常的事情 我是覺得說為什麼大家都會不了解他們要什麼 甚至是他們講的 我們那些櫃台的講的 他們都聽不懂 然後 我知道我們的公務人員訓練嘛 我希望 你能夠加強他們 特別我們 市長一直說我們是 多元族群 他 常常以這個引以為傲 甚至會覺得說不管是原住民 他都喜歡來桃園居住 也的確 我們看到人數成長最多就是原住民 戶口簽到我們桃園市 可是除了原民地區之外 12區的區公所的態度都非常不好 我希望我們處長要加強訓練 不只是原住民 甚至可能也有一些外配 我們可能 他們的理解 或者是 生活背景會不同 我希望這些人員 在第一櫃台的窗口的人 要特別訓練一下 不要浪費 我們那個政府的一個美意 讓他們來爭取他們的權益 好 再來呢 我也看到你工作報告有提到性別平等 因為我之前去上了 就參加這些活動 那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市府的 科長以上的 這些男女的比例 你那邊有做那個數據嗎 我們有做調查統計 我們 如果是 科長以上 科長以上我們就是 男的有多少 女的有多少 跟議員報告 我們現在一級機關的單位主管 一共287位 那女性的主管有152位 佔了53% 難怪你們會被列為中央 來做一個示範的計劃 那我們繼續加油 因為原住民 對於一個女性是非常的一個 尊重 然後我想我們市府能夠有這樣的一個好的成績 是一個非常 先進的一個嘗試 那 最後呢 我還是要跟我們的處長講 那個 我們政風處處長 只有30秒的時間 我跟李博房跟其他的議員 大部分要來市府開會或來議會都是走介受路 我始終覺得 錢用的最多的地方 工程是做的最差的 為什麼呢 我從北橫下來 那個路都非常的筆直喔 而且很少去挖坑坑坑坑坑 因為經費不夠 然後除了這些崩塌之外 一挖應該就沒有什麼影響 我實在是不明白 為何介受路呢 始終 天天都在挖 天天都非常的巔坡喔 有機會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沒有一次 沒有一次那邊是非常平整的 我的結論是 錢太多 因為我的 從山上下來是 北橫那段路 非常平整 因為沒什麼錢在那邊 來做一些 維護喔 這個去關心一下 時間交給吳議員 好謝謝議員 請教那個處長 是 醫師好 在你們工作座名欄裡面的第五頁 有關於那個 椰拼庫人員的一個盡用辦法 跟一個他的管理 他那個 制定的那個要點裡面 已經多久沒有修改了 因為這是我們申隔資 我們重新修過的 所以我們是去年的 五月才訂的 所以還不到一年 這是延續 以前桃園縣政府的時候 的那個要點嗎 是有把那個監察院 監察院他告訴我們的一些精神 譬如說公開臨選 然後要一些 準確客觀的考核納進來 所以我們是去年開始 實施考核 所以說是 去年是第一年的 第一年修正 那那個 他的那個 薪資 有沒有修正 有修正 我們就是 都 最少都是 兩萬二 如果說 臨時人員都到 兩萬兩千塊 就是要採取中央的那個 比他們高 一千九百多塊 如果說我們市政府來說 一個修正 提高的話 比中央 比中央高的話 是不是可行 可行 因為勞動紀中央規定 要從 重啟規定 如果說這個 企業組 他有 比較好的 他是可以高出 那個規定的 你可以看這個 你們的那個 工作說明欄裡面 國中 畢業 高中畢業 到 大專畢業 他的差額 國中到大專的差額 只有 880 820塊 對不對 這是引用過去好幾年下來的 都是按照這樣的一個 急劇 是沒有錯 我為什麼提到這個意見 因為 820塊 跟國中 這個差勢 真的非常的大 為什麼 一個家長要 栽培一個小孩子 從國中到大學 到大專的時候 這費用是多少 並不是這820塊錢 就可以制定 可以肯定 這小孩子 在未來他的職業的一個 一個薪資 所以我想說 如果我們是政府 可以修正 提高這個金額的話 這個薪資的話 我想說在 參議員的期可之下 能夠再 一個修正 好不好 我們帶回去研究 我們很多的那個 大專生想 我們跟國中 差820塊錢 真的是 洛薩非常的大 而且非常的 非常的丟臉 為什麼 我們那年國中畢業 就可以了嘛 也可以一樣的 進到這個 公家單位 為什麼 約庫人員跟 鄰屋人員的 金額會差那麼多 差距一萬塊錢 同樣是大專畢業生 鄰屋只有 兩萬兩千 八百二十塊 然後呢 約聘庫的人呢 約庫人員 只要 三萬兩千多塊錢 我想這個部分 我想說 請那個 局長 還有那個 主要是他們兩類的 工作性質不一樣 因為約聘庫的工作性質 相對臨時人員來講 是比較 你去查看看他們的工作性質 有沒有相同 好不好 我想說很多的 約聘庫人員 他的工作是 我們來問問財組單位 有沒有預算的空間 我們來問財組單位 有沒有預算的空間 我想說這個這個一個考量好不好 能夠在我們的一個 預算許可之下 能夠提高他們的薪資 是 好不好 OK 謝謝 好謝謝 吳聰議員 那接下來我們 翻譯講的議員五分鐘 謝謝 謝謝主席 那個省處長 是 班約好 我看到 我們現在的這個工程 施工查核 目前看起來 已經變成雙軌的制度 是 一個是我們的一級機關跟區工所 他們自己本身有設置一個工程品質的督導小組 是 另外一個是本來就存在的市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是 那麼這個工程品質督導小組 我看他的所謂設置及作業要點是今年2月25號 所這個通過的 所以以後 每一個像公務局或者水務局等等這些機關 他事實上他要自為工程品質的這個查核 我想他的 原因應該是希望說能夠做比較 及時的 自我的審查 好問你 2月25號到今天 我們的工作報告裡面沒有資質騙語提及 請問一下各個局處市 以及區工所 成立的狀況怎麼樣 我給你做報告 區工所事實上是先前改制前就有推了 甚至就延續到改制後 那因為今年我們為了要加強府內局 局 工程比較多的單位 有特別明定 有8個機關一定要設置這個 自我的一個工程品質督導小組 他們都有成立了 目前都已經成立了 會列入年度的 那目前督導的結果怎麼樣呢 有回報嗎 目前還沒 目前還沒有 而且每天都會有辦那個評比 對 考核 我們現在變成雙軌的這個制度 一個是工程品質的督導 另外一個是所謂的施工查核小組 那我問你 政風處對這兩個類似的性質的案件 他要怎麼樣去區別 他有沒有外部督導的這個機制 這個可能比較複雜啦 你回答完我大概時間就完了 所以你不必在這邊 各機關設的工程品質多少小組 我們還是希望他要 外聘的委員 不能光純粹他自己 這是組織上的問題 我想要了解的是說 因為我們真正關心 看起來工程品質 他是因為升格直轄市之後 我們應付 我們內部的這個 一級的機關 他的需求所產生的 那我們希望真正能夠提升這個工程品質 所以 你到底這個機制怎麼樣產生 他跟外部我們的網路的連結 或者民眾的檢舉 他的連結是怎麼樣 因為目前 普遍來講 大家感覺還是桃園市的工程品質不好 那到底有多少是因為 以前的遺留 以前的問題 有多少是我們新產生的問題 這個切分點要清楚 好不好 那另外一個 我們現在已經有了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的 設置及作業要點 我有注意到 查核金額 查核金額以上的工程 我們在這個 我們在這一個小組的要求裡面 我們希望能夠 查核的這個數量是 當年度執行工程標案的 百分之三十 而一千萬以上 未達查核金額的標案 不低於當年度執行的 百分之二十為原則 好 這個是原來就的 看起來 我們的總 一個市政府的總發包的這個工程件數 我推估起來大概是一千三百件 是不是這個樣子 就是我們查核 只能夠查核百分之十二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那百分之八八 變成美貌查核道 我知道這是你們的數字 因為能量不夠 我現在想要問你的就是說 你自己本身就講說 我們希望能夠查核到百分之三十 我剛剛講說 總發包件數是一千三百件 可是總發包件數不會全部都是查核金額以上的案件 是 查核金額以上的案件 這樣推估起來大概是幾百件 是幾百件 是多少件 詳細的 我們還看統計數據 抱歉我現在手頭上沒有 好沒關係啦 因為你們自己之前的數字看起來 每年度的工程查核件數是一百三十件 可是因為我覺得在數字的管理上感覺非常的混雜 你到底這些 件數你是對應到哪些 因為假如說是查核金額以上 你本來就是在法律上有查核的義務嘛 你在一千萬元以上 查核金額以下的 這個是你自己覺得在政治上要去加長去監督的嘛 這是不一樣 那你這個數字上對應到底是如何的狀況 我看到你的第五頁的這個工作報告 你自己講說我們這個期間 也就差不多半年的期間 你辦理工程查核的件數是四十五件 就是去年九月到二月 去年是一百三十件嘛 對不對 那麼一百三十件跟九十件 四十五成二等於九十嘛 所以今年是退部了 退部的原因在哪裡 我們今年目標一定也要查核到一百三十件 因為我們訂的目標就是 一百三十件就是你所的 所講的這個查核 金額以上的件數的百分之三十嗎 是不是這樣子 全部 全部 查核的件數的全部就是 查核金額以上 全部就一百三十件 因為公共工程委員會 所給各機關訂的 管考目標也是要達到一個 OK 另外一個 時間的關係 你跟我說明一下 我們這些查核案件 督導案件 跟民意之間的關聯 是怎麼樣 因為很多民意關係的案件 到底有沒有列入 查核 好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蘇翠宇林議員 魯明澤議員共用二十分鐘 好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處長 我想請教你啊 我在請教你之前呢 我特別再提醒你 請您在回答問題的時候 如果你明知道那個答案是什麼 可是你回答的 不是你知道的那個答案的話 那我在这还是要提醒你 你要特别的注意那个回答 因为如果你明知 明知实际是状况是如何 你回答的却用别的方式 或别的答案来回答的话 那我会觉得你是有蓄意之嫌 谢谢我请教你 我们所谓的履约保证金 不要讲履约保证金好了 代管金 不管它叫履约保证金 还是叫代管金 我请教你 在我们公部门的契约书里头 在契约里面所明定的任何一条条款 是不是都必须要按照这个条款来执行 是吧 好 那我请教你 你所谓的代管金 它的目的 在我们这次桃园灯会 它的目的是什么 一个保障这个摊商的权利 怕这个得标者收一收代管金 不是租金就落跑了 第二个也是保障我们业主 万一我们有什么风险 就是我们如果要求产不到的话 比如说履约保证金不够 求产不到我们可以收到代管金来控装 很好 所以代管金的目的就是一个履约保证 对不对 你一直在前面回答这个其他议员说 650万他已经给了 对不起 650万是他的权利金 他是必须要缴的 然后呢 他还有一笔30万的保证金 然后再一笔就是所谓的代管金 而这代管金才是真正的履约保证 因为30万去履约保证一个 4500万的一个 一个这个劳务契约 那是绝对不足够的 所以真正代管金才是履约保证 而在我们的契约书里头 明定有六个分六期 这个代管金 整个的活动期限有六期 要求这个业者 得标业者 必须遵照这六期的所定的时间 跟这个规定 他要按照这个来走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里头 非常明确的注明 1月15号以前 他就必须把代管金 要汇入到公库银行里头 对不对 没错吧 1月15号 在他的第三期 他的第三期 履约期限当中 第三期明定 1月15号 代管金 必须要纳入公库当中 对不对 好 所以他有没有进入公库 他只缴了32万多 那个32万5000 就是那个30万的保证金 不是 那是代管金 好 不管 缴了32万5 可是按照契约书上说 他应该缴多少钱 应该缴多少 按照契约书上说 是他必须把摊商名册 送金发局核准 按金发局核准的那个 那个摊位数 来缴纳这个钱 对不对 好 那他应该缴多少钱 一推估他自己招商265 265摊 那以平均价均价10万 当然我们现在查 他是超过均价 我们一推算是11万 最少是2650 要缴到这个贷款账户 最少按照1月15号规定的 他所送的名单 是265摊 应该是2650万 那你认为 他应该要缴多少 实际上他应该要缴多少 如果 依我们现在给他抽访 我们有去查访 摊商 大概均价是11万多 11万 172 好 那个处长 第一个 他收的远远超过 那个均价的价格 所有的 包括连观音新务的人都知道 这个在灯会期间 这16天不到的时间 的摊位费收到 最高听到有18万 有听到18万 有一天一万 有一次18万 好 这个不管 假设他就算是10万 他应该缴多少摊位 贷款金 就是应该要进到这个专户 他应该要缴多少摊位 处长 我跟鲁议员都有现场查核 你们也派的人现场查核 你们查出来总共505摊 扣掉工摊 扣掉工艺摊跟扣掉空摊 事实上还有343摊 远远超过他送到金发局去核准的265摊 所以我认为那个金额不是2650万 而应该是3430万 对不对 这个数字是你们去查核出来的 摊位数实际是我们算406摊位数 他也不可以收超过这个摊位 所以我们什么都不讲 光讲这一段 他就已经明显的违反了这个契约 对不对 他的摊位数量是没有超过合约的450摊的数量 但是超过他承报市政府的摊位数啊 因为这牵扯到贷管金的金额多少 对不对 好 所以你说他有没有为师 管理就是合约的 你说他有没有违反契约 违反契约 好 再一个 你说他招标一切合法 我要请教你 合法合不合理 十家竞标 九家是公司 而这九家都提供了这个财产证明 银行开的财力证明 前一期的完税证明 还有盈利事业登记证 这是一个公司 他有全职的工作人员 而我们竟然由一家成立一个月 就得标 这一家是一个社团 只有40个人 没有任何一个40个会员 所有的财产只有18万 没有一个全职工作人员 他竟然可以得标 那我告诉你 更夸张的是 这个得标的期间 他投标时间是11月18号 他得标的期间是12月8号 而事实上 在11月18号他投标以前 我还不要讲开标 12月8号开标就已经非常明显了 在11月18号以前 他就已经因为东门大街的摊位案 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经发局可以不经过公开申选评选 私相授受给这样的一个社团 给A A再转给桃子源 由桃子源在外面 跟所有的摊贩收钱 到后面才发现 这样的一个行为是违法 所以紧急的在1月13号发文 给业者说 我同意你招商的那个动作 请你暂停 1月15号重新公告招标 我要讲的就是 谁这么大的人耐 在他10月 10月份 10月15号的时候 这一家社团 这个社团 还没拿到我们市政府立案证明 还没有 市政府竟然还可以打电话询问他 你有没有意愿来 一个根本 Nobody 什么都不是 他连一个最基本的立案证明书 都还没拿到的 一个社团 我们竟然还会打电话去询问他 你要不要来做这个工作 你要不要来承包这个东门大街 闹得沸沸扬扬 11月18号还让他投标 12月8号 他还可以打败9家公司 取得这个标案 难道你们不知道 他已经前科累累 已经有那么多的案子 在那个地方 跟东门大街的摊贩的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你们让他得标 得标以后 还可以公然的违反契约 该纳入贷管金 该绞入公库 没有绞入公库 我问你 现在是不是还有厂商 没有拿到钱 有还是没有 如果今天这笔贷管金 进入公库账户 这个业者 这个还被他 击欠这些钱的这些业者 他早就应该拿到钱了 可是为什么到现在 他还没拿到钱 钱要谁出 你告诉我 市政府出吗 张昌才出吗 有关资格 桃子原出吗 这个缺失 谁造成的 这个业主到现在求述无门 拿不到钱 谁造成的 另外我再请教你 刚刚杨超伟议员讲到 我们上个会期提到很多有关废土的案子 我想最简单 东荣路 六六快速路桥下 那个我们发现的那个柏油AC堆置在那个地方 那个柏油是公共工程 公共工程的这个废料 竟然可以随意弃制在农地上 你们有没有去追查 有 然后荣兴产创园区 可以公然占有国有土地 然后把它这个盖层尾件 再招租给别人 然后可以大拉拉的挂在那里 产创园区收租金 这两个东西啊 同一个人做的 你们查的怎么样啦 查的结果是什么 我要好好的了解一下 能不能让我说明 刚刚灯会那个摊位招租的过程 30秒 就是那个设定为社团可以招标 事实上前面南投 新竹 台中 也都是这样设定 桃园不是前例 这是第二个 这个评选 为什么这个厂商会 有没有人主导 让他们评选出来 评选委员七个 金发局里面只有两个 另外三个是府外 另外两个是本府其他机关 就是说 而且他委员是用抽签的 我们也是会怀疑说会不会有主导 事实上是这个部分是还算蛮公开公正的啦 我想我要让委员 议员了解这个部分 出场我还是要跟你建议一下 因为我们发觉 不知道我觉得阵风处 阵风处是不是改名变成避风处 我看到这么多的案子在案头上起风的 只要讲这个阵风处已经有调查了 然后风就不见了 然后大家就避掉了 然后你们查案的方式 是用缩小事的查法 就我们爆料爆这么大了 你在这个框架里面往内查 我觉得很怪啊 前天六月三号 因为前副县长叶副县长的案件 那场记者会要换掉五个主管 只有一个主管没有被换掉 要建议法务部 因为什么理由 因为阵风处长沈凤良 没有防围杜鉴 建议法务部吊死 当你在这里 那当然权限不是我的 可是难道今天议员在跟你讲这种 我就觉得这种有九成的机会 就是典型的人蒙不章啊 我们姑且不要讲这家厂商 在外面讲跟哪一个高层很熟啦 你都没有听到 那这么明显的典型的 典型的拿其他县的什么社团来 我告诉你 社团才成立一两个月 成立一两个月社团 不要说标不标案 连桃园市政府社会局 没有成立半年的不予补助 为什么 你到底是东还是西 我根本搞不懂你 你到底什么能力都不知道 结果你居然把这个 你知道他们居然可以把这样的一个 需要这么大的一个资金的工作 给这样一个刚成立的社团 而且在成立招标的过程中 已经好几次在金发局为了年货大街 他没得标要退钱的问题 边炒这家厂商是什么人 发包的单位完全清楚 你现在了解我意思吗 完全清楚之后 结果居然和他得标 如果没有人口不张 我是觉得很不相信 当然 这个领约管理确实有蛮大的疏似 这个不是蛮大 是极大 什么叫极大 我们刚刚讲了半天 你刚刚也说你查也知道 好了转包 转包 一合约不能转包 然后人漏闲前 请问一下 你要拿它怎么办 现况 不能超收了十万块 你们均价十一万 你们说那我人漏闲闲 你怎么样 这个要入库了 摊位的权利金 两千多万 我不缴 你想怎样 我跟你讲一件事 部长坐着坐着听 其实我们那天只讲百分之五十而已 连小提灯的钱 厂商答应了 说要给你们三十万 小提灯的钱 五百万 最近还在开协调会 都不给 我们金发局 怎么搞这种名堂出来 请问一下 我刚刚讲的 你都查到了吗 你都查到了吗 你知道这家厂商 不太什么钱都没付 小提灯 郑文燦市长 帮人家发完了 厂商还没领到钱 你知道这个事情 你知不知道 我们知道 知道 但是这个就是在于 履约管理 没有没有时间 这个事情的 一定就是所谓的 这个事情的关键点 都不是结果是怎么样 关键点就是 为什么那家 能力不够的 财力不够的 单位 为什么会得标 关键点在那边 你们要向前查 那我请问你 我请问你 连我这样的不是你们专业出身 我都知道 关键点是在那个社团 那那个社团十月份成立的 所有文书几个人签名 你有没有去社会去调券 你有没有去打电话给 随便一个人问 你们请问一下 你们开会成立大会的时候 什么 当时有没有谈到什么事情 你有没有 我请问一下 不好意思 那个社团 那个社团怎么成立的 哪三十个人 会议的记录是怎么样 怎么说的 我都调到了 你调不到 我是觉得 很多的事情就有答案 你们查案 有些事情要向上延伸 没有调查权 你往廉政署送啊 你们以前就是这样的啊 往上级送啊 你怎么现在 赵仁坚刚刚的讲法说 哎呀我们只有管理问题 我说实在来 绝对没有这么轻松 这个社团成立的 所有的文件 里面他们自己开会 哪些人开会 哪三十个成立委员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但是我是建议你说 但是那个是招标前 社团如何成立 并不碍于说 这个招标案 他评选的时候 他本来就有 那你不是开玩笑吗 你不是开玩笑吗 是谁叫他成立的嘛 跨局势 难道没有人 我们是没有人 可以控制跨局势的人吗 当然有啊 那就不要说明 那总资金在说的 但我希望在总资金的时候 你站起来的时候 能够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这个案子在四月十号 已经要结案报告了 现在已经是几号了 到现在这个案子 要怎么了结 现在有这么多钱 包括厂商没有拿到钱 小提灯市场发光光 然后本来有一笔钱 压在我们这里了 可以来处理了 钱也不见了 是张昌才赔 还是郑文燦赔 谁来赔 这个部分 你要去搞清楚一下 社团成立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阴谋 我建议你去了解 那公务局这个东西这么明显 那你这个事情 你们也查不出来 公务局它还是公开招标的 它是因为 你不讲废话 我们讲的两个点 为什么切到五千万以下 它是因为 为什么跟去年是付出决标 它为什么更改 那后来因为先前规划 前面局长一直还没批 到最后时间来不及了 才改成 所以你都没有点疑问啊 公务局长自己批公文 两个月不批 然后剩下不到二十天 他告诉说时间来不及 明显的自导自演 典型的人谋不张 前面十二月十一号 养工处公文 公开招标也没办法判断说 就会由同一家或同两家得标的 就公开招标的案子都没事啊 你知道有多少弊案是公开招标的弊案 夜市文案那个也公开招标 那为什么招标程序没问题就好了 他是平选的 你怎么怎么怎么会这个讲话讲这样的讲 我觉得你真的是变很闹耶 我非常抱歉啊 阵风处变成避风处 这么明显的切割的原因 说时间来不及 是他自己搞的自导自演 再来 不是说十二个区他标到耶 你有没有去查啊 你到底我们再跟你讲一点 我手上三分之要跟你讲一份 你就跟这个讲 啊那个案子有招标 桃园市十五米下的道路是各区负责的 你知道这家公司又得了几标 你一定要我们提一下 这家公司我们有在注意啊 十二标之后 然后这个整个区公所 他又十五十六标 总共三十几个标案 然后咧 请问一下 一个标案要一台车 如果还用这台车 再绕我们的十五米道路 以上 绕绕区公所顺便绕他的 这是不合 完全不符合约 你要搞清楚哦 再来 这个案子再扩大 他在北台湾中了几标 他有多少车 我觉得这个部分已经 就是说有些的部分啊 你让公务局 像这么明显的一个事情 我是希望啊 你深入了解 在总职员我们在提出来的时候 你不要说都不知道 最后 任处长 我跟你建议一下 是 现在啊 各单位 单位之间 你们可以这样任务指派吗 因为他们都不同机关的 可以叫任务指派吗 暂时性的资源可以啊 暂时性啊 你给我两份名单 你们觉得很莫名其妙啊 你现在劳动局去年7月1号 刚禁用第二天的秘书 计要职就调到体育局去 到现在还没回来 那体育局就有缺了嘛 那个吴建皇不是11月24号 计要职已经被 不是什么解职了吗 你们叫长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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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哦 那接下来我们 张兆良议员 余务合议员 杨家良议员 共用15分钟 请 那人事处的处长 那我们升格以后 本席觉得说 给你人事处有个建议 像那个金发局 我们要积极来推动 那个市场处 包括城乡局 我们赶快成立的工员管理处 为什么这两个单位要成立 就是让市场一定要专责的管理 然后呢 那工员也要专责的单位 这两个地方 当然是我们老百姓 消费 包括休闲的最大的去所 我希望你人事处这部分 是不是来积极研议 然后跟市长 跟副市长 副市长在这边 是不是这两个单位 来积极来努力 包括因为成立这些单位 可能要人力的一些调配嘛 对 你如果本席就给你这样建议 让你们做起来有困难吗 呃就是 这个方向是可以努力的 原来我们再来做专业小组 审查的时候 来讨论 开会如何做调配 我想处长 因为你在服务桃园市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不是刚来的处长 对人力上的调配 所以我讲你应该是非常的了解 所以本席给你建议的 这个市场处 包括工业管理处 要积极来成立 第二部分就是所有的公务人员 大家都 大家都觉得说 台湾灯会 大家都很辛苦嘛 那你那些加班配 当然超出了非常多 到底 城报与行政院还是怎么样 这些公务人员 这些该给的加班配 一些工奖的部分 到底做了没有 是是 谢谢一座关心 我当然帮你们讲话啦 跟他们争取 这什么时候可以给他们比较落实 让他们能够实际上 一些工奖 一些加班配能够拿得到 是 这个已经 加班会核实发给没问题 那像是超出的部分 我们有一千三百万 刚刚管理邮局已经提出来了 市长同意了 我们已经送到行政院去了 那另外六个月 是补修的话 我们已经 请人事总处 答应我们 可能不能一年内 那这个也在做了 那 续讲的部分 管理局之前在会诊 我希望说 处长这部分 我想这人是正理的业务嘛 希望说大家 我们议会 事实上跟 我们除了监督你们也希望说 我们事务员工 针对加班 针对工奖部分 你应该积极帮他征集 不要过了两三个月 又遥遥无期 没有效 谢谢一座 我们会跟管理局一起 本席 针对那个 我们人事处的部分 我们大家知道 你们到八九 值等以上 公务人员 都有专责训练 常常去受训上课 动農一两个月 或怎么样 但是本席常常觉得说 我知道 那不太专职训练是应当的 本席常常觉得 人事人员的训练 像我们市政府 人事人员真的是非常的多 可是我觉得 你人事处 本席讲了非常多年 像针对人事的训练 尤其一些新政人员的训练 约定过人员训练 我觉得说 你这部分人事处 你这部分是不是应该 加强一些训练的客户 我们常常接触一些公务人员 一些临时人员的这些 公务人员的素养 专职专长 真的是有待训练 训练之前都有提点过 我们会在这个方向 多花点兴会 我觉得说你真的 我给你的建议 真的要认真做了好不好 副市长在这边 真的要加强训练 有些这些比较尤其最基层的 好不好 请做了 那副市长 当然啦 我们议会就是一个 大家表示意见的一个地方 但是有其他议员同仁 针对台湾灯会 不管是摊伤 不管是发包 或其他过程 我觉得说 你们阵风处 不能是一直 像一个 总是处于在一个 没有说明的一个 或是挨打的一个局务 我觉得说 讲也讲 蛮长一段时间了 那你也收了蛮多的勤资 我们议员有职业的地方 你应该要主动去把它弄清楚 甚至交给新闻处去发布 就说 你们查结果是怎么样 对不对 假如说真的有意见 那你就移送嘛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你也没有讲得很清楚 当然有些议员 可能没有给你时间讲 你应该你查了清楚 怎么样 由你们政风处主动去发布 什么场上有什么问题 什么场上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那你就主动去发布 那有问题 真的说我们就整个就移送 觉得说我们在这边 总是是质疑你说 你没有去查 质疑说你没有去办 我觉得说 你在这个会期内 我想说 等会这事情 应该 你应该设一个停损点 就是 如果议员有建议你的要查的 你就跟他把它查清楚 然后你就主动发布 那我们假如不了解 我们就上网看 你们的立场是怎么样 这样可不可以 譬如说这个案子 经市长批后 我们就会把相关查 对那我们议员有提的 有质疑的 我觉得你应该 我们不负短啦 假如说你这么说 真的有议员有提的 好 不管是什么保证金 招商过程 成立过程 什么样的问题 对不对 因为你越不讲清楚 我们是不是觉得说 奇怪 征锋处怎么没有出来讲清楚 因为你们就是 最后的监督单位嘛 最后到防线 这部分你认真 我希望说 虽然你认真来做啦 好不好 另外本期就建议 有没有 我们长期来自讲 一直性的招标 那最近我们比较大的工程 可能就是中立污水道 下水道的一个工程 那又是评审标 那大家觉得说 又是你 征锋处又要兼挑重任 你要挑选评审委员 对不对 大家要打分数 对不对 35年将近四五百亿的案子 我希望说 你真的要做一个 这个 我们大家民众觉得说 不要 又泄漏了评审委员 给谁知道 那谁又去怎么样来说相 那之前以前就是我们 在之前就 前朝政府的时候 就发生这种问题嘛 评审委员 给人家提早知道 或者给人家包围 我希望这封处长 这一次这个BOT 五月份就要招标 六月份就要绝标 我希望你这封处 一定要严格 好不好 严格把关资格 第一个 不准中施进来 招标我们的工程 你签选的这些人员 除了说非必要 只有市长知道以外 其他任何人不可以给他知道 我希望做到你公平公正 然后呢 公开 不要人家质疑说 议员你都不知道啦 那个都是给谁都已经内定了 我们真的不希望看到 我们现在的政府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 处长有没有把握做到这个部分 会 就是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完全照 异肉与指示的方向 本席提醒你了好不好 这个大家都是众所注目的 好不好 五月份六月份马上就要举行招标 我希望说处长 这部分 你应该认真把这个事情把它做好 来 让我们的南区污水处理厂 没有好 我要做到近善近美来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主席 那个 我们柳远处处长 在这边 针对我们工程品质的方面 你们的查处 是 我这边在113 这个路平专案 113县的路平专案 我针对他们的施工单位 提出多 多方面的跟他们纠正 但是他们施工品质 一直让我们感到 这种施工品质 这厂商绝对有问题 我希望说 你在政风处这边 能主动调查去查处好不好 113县 有很多 你现在我们市政府市长讲的路平专案 我们一直跟民众讲说 这个路平专案 我们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 但是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说 他那个料子全部都没有办法去融合 而且料子的不均匀 包括现在又有在挖 很多种情形 包括现在标线的问题 那个副市长 尤其是横向联系的部分 像做好 不要说你像现在路平专案 有的路段都做好了 标线都化好了 现在交通局又把他 又把他整个刨除掉 又重新再改过 造成民怨啦 应该这样的好不好 而且我们这个处长 处长请坐 处长我们大人现在有几处的工程 重大工程在兴建当中 你有没有主动去调查 我们工资潮也有去 像比如说那个纳谷塔的工程 也有去抽查过两次 查过两次 你像我们纳谷塔工程 还有我们的就是 我们的驱公所在征建 对对 还有我们的鵝翼公园 现在更可恶那个厂商 就直接把他挖一个洞 把所有垃圾掩埋下去 那民众都拍照给我们 而且我不断的去会看 会看三四次 你帮我们查处这些 在企业上面 有没有什么瑕疵 包括他们有便宜形式 依照地形 那个地形造成附近居民 都很惶恐 他说这个水 假如缘大水的时候 整个水整个排水 全部都往他们那边流 所以说这个部分 马上说这几个重大工程 帮我们查处一下好不好 要确实的去了解 那么我们来查处好不好 好谢谢你 那么我们人数去这边 我希望一份资料 马上你现在你帮我 给我一份资料 就是说我们临时的 培聘雇人员 尤其是在我们市场四楼 办理这些资源防治的 这些 我据我了解 他们这里面 有一些 任用了以后有一些法则 有一些规约 你把这些法则 跟规约 你提供一份资料给我 好不好 好谢谢你 处长 好谢谢 再来 加拿 好 谢谢叶武和议员 也谢谢主席 那首先先请 那个沈处长好了 那我想刚刚其实非常赞同 我们前面议员的这个说明 其实这个针对我们重大的 这个有可能涉及这个封击的案件 涉及这个违法的案件 或者我们采购相关的 让人民产生疑虑 让我们相关议员产生疑虑的部分 其实我相信市长的立场一向都很简单 就是讲清楚 调查清楚 该移送就移送 有违法事实 我们就要予以处理 那我想这个原则很简单 但处理起来很繁琐 但我相信这个对于郑文燦市长 这个市府的这个风际形象问题 其实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部分就拜托处长 我相信只要把事情讲清楚 人民也都可以理解 那到底是谁讲的有道理 我相信人民也有血量的眼睛 那这个就拜托处长 当然在这议事堂上 短短的几分钟 没有办法把事情表达清楚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 但是我相信事后 要拜托处长 我们赵良议员刚刚说的非常的对 这个部分一定要 我相信一定要让社会大众能够了解 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 也是延续刚刚游和议员的问题 当然我不针对个案 因为我相信之前 几个局处的工作报告 大家都有提到 尤其像公务局交通局提到 我们相关的工程的品质 其实都有很多部分 当然我们现在目前 正在这个改善当中 目前我们这相关工程的 这个掌控其实也越来越好 但是尤其像陆平 这个是让人民最有感的部分 那陆平的部分 其实之前在公务局的工作报告 很多议员都很重视 但是我想我们这个政风 应该也有针对相关的工程 来进行抽查嘛 有有 可是针对陆平 因为毕竟这个不管大条路小条路 有些是公务局负责 有些是区公所负责 有些是这个厂商 就是还申请挖路之后回填不确实 那我们的相关单位 有没有进到确实要求 他们确实回填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未来我们这个可以做一个专案的处理 毕竟我相信跟陆平登量水沟通 尤其跟陆平排在第一个 市场的施政让人民有没有办法实际有所感觉 陆平是最快的 但也是最容易让人民觉得连路都扑不平 未来还有什么重大施政可以来推动 这个部分有没有办法做一个专案的来处理 各位一座报告 我们现在工程查核的 那个 对道路工程也加强 也加强查核的比例 是 那我们每一季呢 我们政风处也针对那个保固期内的工程 也会出去做集合检视 因为保固期还在厂商要负责任的期间内 以往是会比较忽略这个部分 那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市府的工程 相关工程 刚刚讲什么那谷塔工程等等 这些工程其实也都在这个工程查核的范围内 数量非常多 项目非常庞杂 但是这个道路的部分 我相信是人民 毕竟每天都有人会在走 这个部分而且还涉及了这个不讲是 山区区工所或者是公务局 这部分拜托在专案上可以能不能想办法来加强一下 加强我们的道路品质的这个处理 会的 监督这个相关的单位 让他们能更积极来处理这个路品的部分 好不好 会的 谢谢处长 那处长请坐 对不起我想请教郭处长 不是 我想升格到现在 这个我们当然毕竟市府升格 我们整个这个组织上也会有所调整 那在原额上升格一年多来 我们是不是这个 这个市府的原额 目前是增加还是 是 我们跟过去比较起来 我们是一共增加了2000多位 就是从100年到105年 是 总共增加2000多位 但是这个补缺不是那么快 不过我们已经很努力了 所以它的缺额力只有百分之 大概只有15左右 是 那我们会努力的在量的部分 就透过考试分发 或者是商调 是 赶快把人找进来 所以这个真的拜托处长 应该的 因为市长有交代我们 我们在协调这个很多选服案过程当中 即发现市府员工的这个同仁的 loading非常的重 没错 这个缺额的状况 当然也许缺额15% 但事实上在业务的分配上 有一些业务 没办法及时找到专才来处理 也会造成这个其他同仁的在业务上的这个 因为非其专业嘛 当然在他的那个业务的loading上也更重 这部分拜托处长 应该的 我们应该要做 应该的 那第二个是要提到是 目前这个 我们这个职务代理人的部分 我相信刚刚有议员提到 没关心 因为毕竟原额不足 但是我们也要给同仁 适度的这个休息进修等等的机会 落实职务代理人制度 我想因为我们处理很多选服案 其实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当这个同仁处理 业务承办人不在 这个案子就停下来了 就没有其他人处理了 这个职务代理人的部分 能不能拜托处长 也能够加强我们整个 市府职务代理人制度好不好 我们会来加强 那当然另外一个其实是 我相信是不是很大的问题 因为涉及的原因不多 但是我们在 比如说像公务局工程单位 我们有一些技术人员 我们希望这个 用社会的专业的技术人员 作为我们市府的这个 可能是主管职 但现在似乎我们在 这个相关主管职任用上 我们在解释上 比较这个 比较严格 所以会让很多我们希望 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 找到一些 具有专业技术人才 进入市府 通常就只能用这个 职要任用 对 职用职要任用 或约聘务任用 那在某一些的这个主管职务上 未来是不是能够 研领一些相关法案 或者跟中央来沟通 因为毕竟我们有一些主管职务 还是需要高级的 技术人员 能够来 但他们会去考这个 公务人员的这个考试 那这个部分 我们未来是不是能够来讨论一下 我们会提供相关的资料 给一座参考 那一座就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是了解 那最后就是一个 突允中心 我想过去台北现在也在讨论 为了 我相信我们这个 对于那个同仁 当然要加强管理 也要加强要求 但是也要给他们足够的福利 所以包括刚刚提到 台湾灯会的加班费的部分 以及我们现在常规的加班费 我们还有17%是没有发加班费 认为他并不需要加班而加班 但是这个部分 如果是在经费上 我相信希望能够 各单位能够在经费上 能够作与考虑 增加编列 给这个市府同仁 能够有他们自己 当然我们议会不应该是增加编列 但是这加班费的部分 我们去考虑说 为什么17% 认为他们不应该加班而加班 或者有什么样的原因 我相信这加班费 加班能够让这个同仁能够有 第二个是托育 如果能够增加托育的这个部分 解决我们这个 员工同仁的这个家庭压力 让他们能够 在工作上 好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李温强议员 杨靖福议员 舒子强议员 共用10分钟 谢谢 好 我们人事处长 那前一段时间 我贴到我们的 龟山七公所 他找了一个职代人员 所以他公开的上网 就是招聘 公开上网招聘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那当然我知道 那招聘当天 大概有26个人 26个人前来应征 而且呢 學力都很高 大部分硕士大概有15个人 而且他们也从台南过来的 但是 公开招聘 招聘完成以后呢 是我们 市区公所里面的人 他被招聘 那他们就质疑 这里面就有黑箱作业 所以那时候我就跑去问一下 我们的区长 他有跟我讲 他說 按照规定 如果出缺的话 按照规定的话 是要公开招聘 但是实际上 那个人 他在公所里面 已经担任过一年了 他本身做的也不错 也做得很好 所以 但是 规定上面 又说说要公开招聘 但是他做得很好 所以 就给他弄了一个 公开招聘的模式 让大家来这样子 这样子 你不会觉得 让别人民众感觉到 如果是好的 一年了 有这个经验了 我们就去留任嘛 还要搞一个公开招聘 以后呢 让别人来报考以后呢 突然说 就是公所那个人录取 其他25个人都是陪衬 这样子你觉得说 需要做这样的动作吗 需要再公开 我觉得好像不需要吧 是 有一些比较 就说 像他做得很好 然后那个缺 他也是继续 譬如说育英牛子停薪 他延长的 那个就不需要再招聘了 那当然是有些是不招聘 那如果说他换缺 就说他已经 时间到了 人家已经来补了 考试官来补了 不是他我听说是怎么 我听说是因为啊 有其他区公所的案子 所以有议员提出执行 所以区公所他们都害怕 害怕这个被执行 所以他们就开始 只要你出去 算是延续啊 他们来个公开招聘 我们来了解啦 就是说 做个适当的规范 该招聘就招聘 不该招聘就不要招聘 对你这样的话 反正造成大家的誤会 说我们今天黑江作业 是 裡面明明区公所有一个人 干嘛还找到26个 还远从台南过来的 是 医院指导的队 对 这样的话会造成 产生个不良的印象 本来是件好事 对对对 到最后你认为我公开 公平公正 但实际上面 你还是要用那个人啊 是 那你多止一止 所以我希望说 你们有时候跟你们的 各区公所讲啊 对人事的招聘来讲 如果说 有延续性的 这个人做得也不错 我认为说有需要的话 就继续把他延任嘛 不需要来 搞个动作 有哪个职议员 提务职议 哪个议员 黑江作业 我就来个公开招聘 公开招聘 实际上还是那个人 好我们把那个 明确的标准弄出来 大家比较好遵守 要不然不要说 你要一讲以后 就有反正的问题 谢谢一座 那边有去公所 很累 好谢谢 好 问一下人事处长 我想刚刚延续 那个林小一言 刚刚所说的 我想这个 约顾人员也是如此 因为有时候 看我们市府的一些 各局处 那个 他们在招考这个 约顾人员也是如此 其实明明已经 有这个人 已经做得非常不错 而且他也是 这个里面的 已经在这个业务上 已经非常 全手了 结果还是要搞一个公开招聘 然后弄得大家四五个人 都要过来 我想这个部分 我认同你的讲法 我认同李议员 他说的 不要造成大家困扰 这个做一个公开的原则 制定一个公开的原则 或是怎么样 做一个SOP 让他能够 这个大家都能够 遵守 好不好 在我们那个 其次就是在我们第五页 这个我们 落实约顾及临死人员的管理运用 我想我们处里面这边 也提 也讲到说提高临死人员的薪资的标准 还有就是对于 那个市府所属的约顾人员做考核 我想这个 约顾人员一定要 这个考核一定要落实 我想这个 我自己本身以前也是做过 我们市府的约顾人员 我想这个 对于很多的约顾人员 大家都非常认真 那对于每一个年度 都应该要多加的给他们鼓励 有个考核制度的话 对他们来讲也比较有保障 因为如果说他这个 在这个年度内 如果表现得很好 那我当然是能够续聘 能够继续的来沿用 我想这个对于我们的约顾人员 也是有一个保障的制度 我想这个部分 再请我们处里面这边 因为你这是贵人 你亲身体验的最清楚 是是是是 再来就是 第九月跟第十月 我们有提到一个 奖程的这个 奖程的制度 我想这个 在你的这个表里面 有非常多的人次 奖程 尤其是奖励的这个部分 那我想 当然警察消防人员的这个奖励 那没有话讲 那我在这边要提的就是说 有关于我们行政机关的 因为我知道我们行政机关要奖励 就比较困难一点 当然从你这边的这个数据的统计 确实是 这个两个部分落差非常的大 有一个是15万人次 那一个只有一万多人次 对不对 其实我们的一般的公务人员 不管是正式的也好 那个临时的也好 约顾的也好 大家的工作都一样 比如说对一个专案 大家这个整个在投入的时候 我希望说在奖程的部分 我希望能够就是说 这个还是要適度的放宽 報告一座 黄宝局有一位夜拼固同仁 今年就获行我们市政府的模范公务人员 对对对 但是这个还是 我觉得还是少数 对 其实很多大部分的 我们的这个夜拼固人员都表现得也不错 我希望也能够多纳入几个好不好 你刚刚讲的那当然我知道 那还是个案 因为我这样看这个确实是 我们跟警察消防这个程度上还是有差 差距很大的 差距非常大 我想这个也是给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约顾人员 或者是正式的公务人员 也要给他们一个激励的作用 好不好 好 谢谢 人事处的 郭处长 我想请教第一件事情 那个有关于 就是说在你们工作报告中 有提到 就是有关于禁用原住民的部分 有两项就是说 非原住民主地区 对 跟原住民地区 那是不是请 处长来做一个说明一下 是 好 谢谢一座给我机会说明 我们当然就是按照法令规定 我们就是要禁用 適合的这个身心障碍 这个同胞 跟原住民主的同仁 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都是符合规定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 在原住民主禁用 有分原住民地区 跟非原民地区 那原民地区就是护兴区 那护兴区的这个名额 会比较高 那即使再高的话 他规定是要 逐尔禁用的是 27人 27人 那我们已经禁用了95位 是有比较多 但是就说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公务人员 我们在护兴区的 原民的公务同仁 一共还有303位 处长 我再请教一下 你们这边有写 就是说 呃 那个原住民 非原住民的部分 那个医法使用的就是 医法的医法 总路径用了27个人 是 实际上用了95个人 那护兴的部分 为什么会有护兴的部分 就是說他規定的門檻不是很高 可能只有27位就夠了標準 但是我們覺得應該是機會更多才對 所以說我們護心區的這些機關學校 都覺得應該還是要把機會給我們原住民族的同仁 所以我們的名額就會比原來的規定還要高很多 那是不是合法 是不是合法 是沒問題 OK好 那再加上還有一點是說 未來啊尤其是在於那個環保清潔隊那個地方 現在限制的人員原住民也蠻多 如果他到了這個法定的退休的年齡的時候 他這個缺額是不是還是禁用原住民的名額 我知道這個意思 就是說這個既然是做得很好 應該也要多給我們原住民機會 那這個我們會跟環保局反映 因為這是環保局他在做他的這個 援黨人才跟他做地補的動作 所以我們會跟環保局這邊反映 意做的意見 就是說希望還能夠把這個機會留給我們原住民主 好 處長 因為今年度 有一些招考這個環保人員 他有正期跟備期 那備期的 有可能未來就是要替補這個 未來要退休的人員 我想原來我的意思說 原來的名額應該要保留下來 也就是和 也就是我們所講的 依據就業保護法的規定 原住民就是有100位就產生一席 一位嘛 那因為我們擔心就是說 現在招考的這個 新進人員 會把它補上去 那過去的 依照剛剛我所講的 就業法的部分 會可能會減少 所以我想這個七塊 我們會請環保局人事室 跟環保局這邊 就說把法規找出來 然後再跟一座請教 如果能夠做到圓滿 對 因為我這擔心 原住民就業這個七塊 會人數越來越少 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想這個七塊 再請處長 跟環保局人事室 再多聯絡一下 不要把原來的人員會減少這樣 好不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蔡永芳議員10分鐘 謝謝 鄭峰處長 蔡議員好 你好 那個 請問一下 你在市政府的人員怎麼樣 人很好嗎 我不敢講 應該是不是很不好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專門找人來麻煩 擦人家 不會啊 我覺得你慈眉散目很不錯 不會 那個其實因為職位的關係 所以說難免大家看到正風人員 會比較怕怕 那在公所 以前在公所一樣 那個正風 只要要走過的地方 大家文件趕快收一收 東西收一收 為什麼 怕去讓正風瞄到 那其實這 講起來也不是什麼 應該不應該這樣子 我相信 我希望說正風的立場 應該是說 我們這一些 公務人員 哪一邊 可能有疏失 我們主動提出來 請他改善 讓他知道 有鞭子在 有處罰 有處罰在 但是你不要愉悅他 讓我們的這個所謂的 我們這個正風 我們的這個 這個 能夠好一點 不是說人也不壞 所以我剛開玩笑 跟我們聯絡員 在那邊聊說 那個 我當議員 當代表的時候 我才發現說 原來我跟正風 也蠻好的 為什麼 因為我同病相連 我們專門找麻煩 以前在野黨 專門找麻煩 我們是希望說 站在預防 站在預防 提醒 預警 不要到發生以後再來查 到發生以後再來抓 這個沒什麼意思 對公務員 對這個家庭 你們的績效越高 我們不追求這個績 其實你們績效越好 對我們這些 我們市府的 機關的傷害 的傷害很大 我們希望說 你們沒有績效 為什麼 不是說 消敏無形 不是說你們辦事不利 是說 讓大家都 中規中矩 是 依法行政 是 好不好 是 你請坐 謝謝 謝謝 一坐好 我沒有叫你 沒關係我自己自動 你自己自動 我請教你 我們那個 市政府 有多少個未婚的同仁 這個 你去年有關心到 今年業務報告沒有關心到 對 因為我們辦了 大家都結婚喔 不是 因為我們落點 落在上半年 跟到這個暑假 因為我這個 這個紀錄是九月到今年的二月 落點的關係 因為我們都在八月前 就辦完那個未婚聯誼 那今年會辦嗎 會 會辦 那去年有 辦的情況怎麼樣 辦的情況是很好 但是結果是普通 大家吃吃喝喝 認識認識 都不來電是嗎 因為來電也要很多姻緣 就是要 真的是要有緣分 那去去年 我 有 有有有 有喔 我們來說在那裡這邊衛生局局長 你有特別關心他 他有沒有報名 他那麼忙 你要照顧啊 好啦好啦 我告訴你 你特別關心他 那個部市長 要讓他辦事 我看我們一些一級主管未婚的 每天都要加班 那個 我上次聽到一個名詞什麼 有什麼性別歧視 有什麼叫單身歧視 好像對這些單身沒有家庭沒有小孩的人 都硬拗他 不是拗他啦 大家那個眼光丟給他 他就知道說 我自己要加班了 這樣不好啦 單身歧視 我那天我聽到這個這個名詞就不太好 這個是人事處必須重要工作主義 對啦 但是還有 真的要有時間讓他們去交友啦 去交易啦 應該啦 對我們會努力 那個 其實我們很多局處 因為我接過一些家長打電話來 我們有一些局處 他那些 新進的公務員 可能辦業務 壓力太大 不嫌熟 你有沒有做過統計 我們這麼多局處 哪一些局處 哪一些科試 普遍太過於年輕化 因為流動率太高 一些業務無法銜接 沒有人家 沒有人家 變成有的人 學習無助 我花了這麼多時間 我連一個報告 一個公文 我都寫不出來 我不知道要怎麼回 依座看到這個現象 沒錯 我們高普考風發 我們有統計過 他平均是28歲 所以很年輕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 桃園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這邊的公務同年也蠻年輕 平均39點 點多 只是比新北市年輕一點 那高於台北高雄等等的 也比較低於勤果平均值 勤果平均值是43歲 那我們39歲 差了4歲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教育訓練方面多努力 讓他們能夠學習有利 那個我是建議 你去查一下那個出差情 我們那個上班下班的時間 看哪一些局處是普遍性 幾乎每天都加班的 這個搞錯要去看身心科 因為原來家長跟我講說 我女兒他那個 那個叫什麼 MC 一個月來兩三次 亂掉了 亂掉了 壓力太大 結果有一次他 快10點快11點 把女兒 載到我的服務處去跟我約 我就好 我就跟他聊 才發現說 其實 不能講業務量太大 有些是席得無助 沒人好請教 沒人好問 比較有經驗的 三級單位 公所 他就跑了 一跑掉之後 才到任沒幾個月 四五個月 已經是我們這一個股 第二老鳥了 怎麼辦 他要問股長 股長更忙 又有家事 就他每天在那邊 為了一個公文 想到 一兩點 待會去想也想不出來 沒有人可以請教 沒錯 這樣非常不好 也沒有效率 真正會辦公的人 最好是說 你五點半準時下班 那公文來了 知道怎麼回 怎麼處理 怎麼溝通 怎麼協調 這是能力 對 每天加班 不一定是好事 這個提醒我們注意這個現象 我們確實要在這方面多做夢 確實要讓他們學得到有效果的 讓他用在工作上比較如常如死 不要花了好多時間力氣 那也請所有的主管 如果說我們有同仁 要調 調到比較 冷氣強的那個地方的單位去的時候 考量一下 我們府內 哪一些單位 他教育銜接要銜接好 要把這個公辦好 別說一趟 屁股拍拍走了 結果 無死人 後面人一隻歪 快哭出來了 你可以查 我們府內很多單位其實都這樣子 好不好 但是以上是我的建議 謝謝很寶貴 其實以前我們公所也蠻有趣的 其實烤雞的打法 我們是規定是75%假等 對 其他一等 最多不超過 對啊 結果每次 因為我看到你們的資料裡面 74.9幾 都差不多嘛 對 然後都都好 結果假等一等怎麼分 你知道嗎 比較好會抽一下 比較薄會抽一下 總統那些 用抽卡的 照顱的 是不是這樣 這個不應該這樣子 因為我們成績考的規定很嚴謹 他們這樣做是不對的 對啊 講都這樣講 但是事實 真的也是不對 如果告訴我們哪個機關學校 我們會特別去關心 不要說 關我們以前清潔隊打個 烤雞假等一等 很好笑 被打一等 找代表 來亂那個以前的鄉鎮市長 亂了 開在那裡叼了 嚇到一等也變假等了 方法大家都會找 但是怎麼樣去公平 對 怎麼樣 又可以去帶動這個士氣 又可以做到領導統一 對 這個真的是 大麻將 沒錯 好啦 以上是我的建議 謝謝 那在這裡跟各位宣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飯煮好了 吃飯了 謝謝 謝謝宜舟 謝謝 好 謝謝我們蔡永芳議員 那麼幽默的問政 我想今天的人事處 以及鎮峰市的工作報告 讓我們到此為止 散會 謝謝 經燈 childhoo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